我暗恋十年的男神失恋了 他约我出去借酒消愁 我没想到他是借我消愁 第二天早上我颤抖着双腿 躲在厕所帮他洗衬衣 他出现在身后 略略看了我一眼 扔了吧 我看着衬衣上的点点印记 觉得自己的脸也红得要低出血来 好 像是处理惯了这样的小场面 整个过程他都显得游刃有余 不像我 牙齿抖得像筛子 去买颗药吧 他在穿衣服的时候 用余光瞟了我一眼 我们都喝了酒 好 我把领带递给他 多吃点 他扣上最后一颗扣子 那样衣冠楚楚 透目光过镜子停留在我身体某处 好好发育 啊 好 我窘迫地盯着地板 临走前 我跟在他身后 他忽然转过身 低着头在我耳边嘱咐 以后别喝酒 不要什么样的男人都往家里带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忍不住在心里揣摩起他这句话的意思 大概是说我肤浅吧 想到这 我的心情跌到谷底 但我依旧挤出了一个字 好 手机响了 是他的 他看了一眼 没有立马接 而是拉开了门 啪 门关上了 他走了 我大脑有片刻带置 我看到了 来电显示是他前女友 二 后来我一个人在厕所 固执地洗着他的白衬衣 怎么洗都洗不干净 我气得掉眼泪 我感觉自己 就像是他白衬衣上的红色印记 怎么看怎么刺眼 后来 我摊坐在冰冷的瓷砖上 嘲笑自己的可怜 十年了 我还是被他肆意难捏 他叫江淮 大我两岁 是我青梅竹马的邻居 从小到大 我和他都在同一个学校 他就是我妈口中 别人家的孩子 成绩好 长得帅 一直都是老师喜爱的好学生 女孩子追捧的暗恋对象 面对这样一个万众瞩目的人 很难不心动 于是我也加入了 暗恋他的万千大军 只是比起别人的明目张胆 我的暗恋 被我隐藏的不露痕迹 我从小被我妈说 蠢笨 别人读三遍能记住的课文 我得花十遍 他轻而易举 就能拿到的年纪第一 是我奋战了无数个日夜 也从未实现的 我自知自己配不上他 我以为我隐藏得很好 除了那年 我妈打扫卫生 看到了我的日记本 他板着脸 把我狠狠训斥一份 学什么不好 学别人暗恋 他掩面叹息 姜怀妈妈是我上司 你妈我这些年 被他妈妈压得喘不过气 你倒好 现在又被他这么拿捏着 你就不能争争气 我吓得不敢说话 别说出去 丢人 这是我妈给我最后的忠告 这些年 我都紧记在心 他有一次喝醉了 问我 我们只知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 我只看了他一眼 就觉得内心犹如小鹿乱撞 急忙说道 戴眼镜 有书生气的 最好是长得丑点 没谈过恋爱的 安全 他愣了一回就笑了 笑得我有些虚 我这样说 他应该看不出 任何我暗恋他的痕迹了吧 三 那一夜后 他一直没跟我联系 我好几次编辑好信息 想发给他 后来都删了 发生了这种事 他不来找我 我想答案已经显而易见了 于是我跟着我妈 回了烫爷家 爷爷家今年的荔枝大丰收 我妈让我给他们家送去 前有荔枝伯杨贵妃一笑 如今我顶着烈日 扛着几麻袋荔枝 辗转在公交与地铁之间 只为了伯他妈妈一笑 进去后 记得叫人 嘴巴甜一点 要说请他品鉴 现在他们这种有钱人手里可谨慎了 我妈进去之前还在嘱咐我 我看着最大最红的荔枝 安静地躺在口袋里 没忍住 爷爷说让我给爸爸留点 留给他 他能给我在提前退休申请上面签字 我妈又开始数了我爸 但凡你爸出息一点 你妈我用得着第三下四去舔别人吗 我不敢说话了 我妈最近更年期失眠 她想提前半年退休 江淮妈妈没签字 我按了门铃 看见我妈在抓紧时间整理衣服 门开了 是江淮妈妈 刘阿姨 我勉强扯出一个笑容 可能笑得有点夸张 我看到她愣了一下 吱吱啊 江淮今天没在家 我的笑容僵住了 准备好的话全忘了 也难怪 这十年来 我经常出现在他们家 找各种理由 只为了见上他一面 起初只是帮他们家带点酱油 食盐之类的调料 后来可能是我这个跑腿的 用得过于顺手 他们家一缺了啥就让我去跑腿 关键是 我还乐意的不行 有一次我帮他们扛一桶矿泉水 太重了 我不小心砸到了脚上 痛得眼貌惊心 我一开始没哭 只是回到他家 看到他帮他女朋友拧 矿泉水瓶的时候 突然眼泪忍不住一直往下掉 吱吱啊 扛不动 就不要逞强嘛 下次不叫你了 刘阿姨看见我哭了 语气里依旧满是高傲 只有江淮 拿着药箱一言不发 将我扶到沙发 给我涂药 走之前 他很生气地问我 痛就说 为什么那么笨 为什么那么笨 他果然还是嫌弃我笨啊 因为我不痛啊 我笑着掩饰内心的酸楚 啪 他关上了门 四 刘姐 这是芝芝爷爷家自己种的荔枝 自家吃的 没打药 想着江淮那孩子 也喜欢吃荔枝 就带了一点来给他尝尝 我妈的话 掐着嗓子 进来吧 于是我和我妈把袋子扛了进去 你们真是太客气了 每次都送东西来 我都不好意思了 刘阿姨坐在沙发上 但我没从他语气里 听出不好意思 别这样说 我们直指工作以来 一直多亏你们家江淮照顾 其实是江淮工作的地点 离我公司只有一条街 偶尔早上我没赶上公交 就会看见他 开着那辆黑色大奔在我后面按喇叭 你知道你像什么吗 每次他总是笑着问我 像什么 兔子 每到这时候 他总是用手打着方向盘不看我 瞪着两只眼睛 又迷糊地要命 想要又不开口说话 我 我懂了 他大概是觉得我麻烦他太多次 厌烦我了 后来我都给自己订了闹钟 尽量不要惹他烦 刘阿姨将我们请进去 走到悬关 他特意盯着我妈的鞋子 上面沾满了泥 哎呀 这鞋套用完了 也忘了买了 刘阿姨有些苦恼地 看着我妈的鞋 没事 我穿袜子就行 我妈瞬间脱了鞋子 就这么穿着袜子 踩在了他家的地板上 天气很热 我的心却宛若一下子掉入了冰窟 我妈低声下气的样子 让我一瞬间想掉眼泪 我终于明白了 我妈说的那个词 拿捏 刘阿姨说荔枝太多 一时吃不完 想做成果干 我和我妈坐在她的客厅 一颗一颗地把荔枝包壳 望着一颗颗晶莹剔透的荔枝 我想起了我自己 那晚也是躺在那 任人宰割 五 也许是太阳过于热烈 或者是我揣着心事 故意压抑 很快我就觉得头昏脑胀 我很想吐 怎么了 我妈见我憋的脸色不太对 想吐 我如实回答 刘阿姨一脸疑惑地看着我 我妈按骂了我一句 我知道她嫌我丢脸 我去了厕所 大吐特吐 眼泪鼻涕夹杂在一起 我觉得这一天真的是糟糕透了 等我处理完自己 走出来 就感觉气氛有些不对 因为刘阿姨和我妈不育儿童地看着我 目光里满是审问 芝芝啊 最近是不是交男朋友了 刘阿姨说这话时 我妈脸色不是很好看 没有 我小心翼翼看了一眼我妈 哎 我们直指就是让人省心 不像江淮那个臭小子 别人张总有意撮合自己的女儿和她 她还傲气地不行 整天和那堆小姑娘纠缠 刘阿姨说起来像是骂江淮 但脸上却有意无意地露出笑容 我妈默不作声 我感觉她在憋大招 那个大招是指向我的 我更不敢多说了 只知 那天你没回家 去哪里了 你妈妈可到处打电话找你 急死了 那天晚上 单身宿舍 我妈没去过 当然找不到我 同学家 我把头埋得很低 哪一个 我妈的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感觉到她的怒气 我脑子里闪过无数个同学的名字 却又不知道说哪一个 脑子一片混乱 哎 你吼孩子做什么 刘阿姨充当何事佬 劝着我妈 在别人家 我妈摁下了 冲上来打我的冲动 知知啊 和男同学交往 要注意分寸 女孩子最容易吃亏 不向我家将怀 她回不回家 我可不关心 刘阿姨这话里有话 我看见我妈脸红了又白 听她这么说 我又觉得有些恶心 站起来又要吐 哎呀 孩子大了 你还是该关心下了 要不然做了外婆都不知道 刘阿姨一边劝我妈 一边朝着我摇摇头 到底跟哪个男同学在一起 你还不说是吧 我妈已经撸起袖子 要朝我头上来一下 只知 别嘴硬 你快说是谁 事情总要解决 刘阿姨对我也算是特别关切了 我听得好气 这么多年积压的憋屈 让我瞬间丧失了理智 我洗了把脸 抬起头望着刘阿姨 刘阿姨 那天晚上江淮不是也没回家吗 你说 还能是谁 刘阿姨被我问得嘴角动了动 却没说出话 倒是我妈 一下子反应了过来 刘姐 你儿子那晚回家了吗 我妈问 感觉真相就在眼前 我的心快跳到嗓子眼 我后悔了 她是 没回来刘阿姨脸色骤变 关我儿子什么事 我妈缓了一口气 瞪了我一眼 好不容易压下情绪 又扬着道 我就说我们家吱吱乖巧听话 怎么会做出那样的事 是你儿子就没错了 她从小就听你家江淮的话 她发起疯来干个什么 她能拒绝 你胡说什么 刘阿姨大惊失色 又转向我 低声问 吱吱告诉阿姨 那晚你不是跟江淮在一起吧 我抬头 看见我妈瞪着我 看见刘阿姨也逼我 我握紧了拳头 毁灭吧 是 我咬了咬嘴唇 我是跟她在一起 一整晚 她 我刚说完 我妈的耳光就来了 我的脸被打得阵阵发烫 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我妈扯着往外面走 一路上她骂的最多的一句 只知 你还要不要脸 你不要脸 你妈我还要脸呢 她说 她这一辈子 都要在刘阿姨面前 抬不起头了 你是不是啥 她有女朋友 她要你就给 你有没有脑子 你喜欢她 这么多年有什么结果吗 我怎么就养了你这么傻的 我被我妈骂的脑袋阵阵发晕 然后我终于晕了过去 六 醒来的时候 我爸和我妈都守在我床边 我不敢面对他们 只好翻过身 背对着他们 吱吱 还晕吗 我爸估计被吓到了 不晕 我闷闷作打 你大了 谈恋爱爸爸妈妈都不反对 爸爸顿了一下 姜怀那孩子 爸爸觉得不算坏 如果你真心喜欢 那就认认真真谈恋爱 我不出生 我该怎么说 他哪里是想跟我谈恋爱 他到现在都没联系我 他根本不喜欢我 是我贴上去 我又怎么说的出口 还谈个屁的恋爱 孩子都有了 我妈美好气的来了一句 大概是被我爸瞪了一眼 她又不说话了 孩子 我想起前一阵自己吃的药 怎么可能有孩子 他们误会了 我今天真的就是热晕了 中暑了 可是想到姜怀家 也会因为我和她的事 闹得鸡飞狗跳 我心里竟然有一种 报复的快感 虽然这纯粹是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 孩子 孩子有的是时间生 先谈恋爱 谈不好 孩子就不要 我爸做了最终决定 你懂什么 你知道做手术 对女人身体影响多大吗 我妈明显气得够呛 我本来想解释的 但我怕我一开口 我妈会扑上来掐死我 就在我还在斟酌 如何告诉她 我吃了药这个事实 结果 她突然来了一句 不对 现在孩子在我们吱吱肚子里 慌的是他们 我们急什么 谈条件 谈不拢 咱们就让这孩子改个姓 我让她留云 一辈子都看不到她孙子 就这样办 我听了我妈的妙计 简直头皮发麻 妈 我叫住她 还没开口 门外就响起了敲门声 哎呀 我们吱吱呢 是刘阿姨的声音 我竖起耳朵听 然后就听到了她的声音 我的心开始止不住的狂跳 周阿姨 吱吱呢 我能进去看看她吗 是姜淮 我握紧了被子 姜淮来了 你跟她好好谈谈 我爸主动腾出地方 让她和我单独相处 好一阵没见 我有些紧张 那些画面仿佛历历在目 让我羞红了脸 怎么 不想见我 她在我床边坐下 伸手探了探我的额头 不说话 那我走了呀 她扬着调子 没我将手伸出去 抓着她一脚 下一秒 我的手被她抓住 握在手心 她叹了一口气 揉揉我脑袋 还真不省心呢 让你买药 怎么不买 我刚刚因为她起伏的心 又跌到谷底 她不希望和我有瓜葛 所以 她真的就只是爽一下 然后拍拍屁股走人 凭什么 我要卑微地承受这一切 这十年我并不好过 到现在 我还要卑微一辈子 这一瞬间 我突然不想做乖乖女了 我本来也不乖 只是因为她说 她喜欢我乖巧的样子 我装得够累了 我就要不乖 就要把一切搅得天翻地覆 我困了 不想说话 你走吧 我不想解释 我自私地就想让他们误会 让他们为此抓狂 吱吱 姜怀在我身后叹了一口气 你乖一点 我不出声 她让我乖一点 我就要乖一点 她以为我还像小时候那么好骗呢 好了 她们知道也好 她说 你什么意思 我没忍住 还能有什么意思 她挑着眉看了我一眼 我就勉为其难 做你男朋友了 男朋友 听到这三个字 我以为我的内心 会一直不住地狂跳 但是 很奇怪 我有点出乎意料的平静 后来她再说了什么 我都不记得了 只是我内心有个声音 原来一件期待了太久的事 终于费尽千辛万苦得到时 很可能已经没有了想象中的惊涛骇浪 甚至会有一丝失望 一想到她是因为误会 我怀孕了 才勉强答应做我男朋友 我就觉得自己有些可悲 气 后来 她和她妈妈走了 我妈走进来 一脸解气地告诉我 姜怀爸爸可说了 说要给我们家88万的彩礼 还说要把刚刚装修好的 带花园的房子 做我和姜怀的婚房 只知你这回可真给妈妈争气 你没看到姜怀妈妈 听到姜怀爸爸做的那些决定 小脸一阵红一阵白的 你皱着个脸干嘛 我妈突然看到我的表情 兴奋的五官都掉了下来 这结婚不是二戏 只知都没开口 你怎么就答应人家了 我爸在一旁叹气 怎么还勉强她了 我妈没好气看我爸一眼 又朝着我说 你不是上学那会儿 就喜欢姜怀那臭小子吗 天天屁颠屁颠跑到别人家 说你啥 你倒也不傻 知道反江易军 我都是默默付出 从未要过回报 现在因为一场乌龙 闹得需要结婚 我也很痛苦 很纠结 我甚至怀疑 这到底是不是我真正想要的 因为我感觉不到丝毫的快乐 但我做了自私的选择 这折磨得我不得安宁 后来我妈走出去 留下我爸一个人 我爸语重心长地告诉我 知知 人这一辈子会犯很多次错 弥补的方法 不是沿着错误一直走下去 要懂得及时止损 不知道为什么 她说的这句话让我很紧张 她就像是洞穿了我伪装的面具 怎么样的方式才是对的 我反问我爸 我爸看了我一眼 送了四个字给我 遵从内心 嗯我不敢多说什么 再说我怕我会全盘拖出 爸 周末的时候 刘阿姨约了我们全家 在一家山顶的农家乐吃饭 纠结了几天 我几乎整夜失眠 刘阿姨看见我的时候 吓了一跳 芝芝 你这是反应有多大 看看这小脸折磨得 她亲切地拉我坐在她旁边 没睡好 姜怀坐在我另一边 心疼地揉了揉我的脸 嗯我有些不敢看她 怪我 这几天工作太忙 都没怎么去找你 她说着 就给我盛汤 这是我以前从未享受过的待遇 所有人的焦点都在我身上 给我加菜 劝我多吃点 就连我妈都拼命地点 各种我爱吃的菜 我们家这丫头 随我 怀孕了 口味挑着呢 海鲜要最新鲜的 放酒的可不行 她会吐 我看到刘阿姨 看着菜单上的金额 脸色着实不是很好看 这么娇气呢 上次人家王总女儿 到我们家吃饭 都没这么讲究 她一说完 气氛就陷入了死寂 我的心冬一下跌到了谷底 我妈竟然也背对得没了话语 脸色很不好看 妈 她什么时候来过我们家 我怎么不知道 江淮平静地问她妈妈 就 就你不在家呢 刘阿姨说不下去了 大概也意识到 提这个不好 便用喝汤掩饰 我妈沉默了好一会 突然道 小江 你何止止哪天 去把正领了吧 慌什么 刘阿姨突然抬头 意识到态度过于强硬 又换成微笑 孩子生下来也不迟 你什么意思 我妈一下就火了 你要让我女儿挺的大肚子 正都没有 就给你家生个大胖小子 从方 你别急 这是不是男孩 都还说不定呢 我听到这里 简直浑身都起了起了疙瘩 我再也听不下去 我妈和他妈的争执 突然抬头 笑着问了一句 刘阿姨 是不是生不了儿子 我就进不了您家的门 说完 两个人终于安静了 只知 你别乱想 只要是我们江家的孩子 男孩女孩 都是我们的宝贝 刘阿姨说这话时 笑得很没心 你什么意思 我妈气得拍了桌子 什么叫只要女你们家的 我女儿还能怀着 别人的孩子不成 我自然也听出了 这句前台词 只觉得内心一片凄凉 我缓了好一阵 撑着桌子站了起来 刘阿姨 你们不用吵了 妈 你也别吵了 江淮 我转过头望着她 你也不用为难了 大家终于安静下来 我鼓足勇气 说出了这几天 纠结在我内心的秘密 我根本没有怀孕 说完 我尽量让自己笑了一下 让自己不至于如此难堪 下一秒 整桌人都看着我 吱吱 江淮担忧地看着我 结束了 我实在挤不出任何笑容了 起身离开包间 身后传来我妈的质问声 我不想再理会了 还有刘阿姨对江淮的质问 我也不想听 这一刻 我觉得自己前所未有的轻松 就 很早以前 我会因为江淮又交了女朋友 默默地难过到掉眼泪 会因为江淮分手了 如同重获新生 心里又燃起一团小火苗 经历了多少次 她的分分合合 轮到了自己 我突然哭不出来了 我只是一个人 拼命地走在下山的公路上 漫无目的 像一只孤魂野鬼 某一个时刻 我突然停下来 站了几分钟 突然开始掉眼泪 我发现自己不爱她了 突然失去了方向 我没有想到 我某一天会因为我不爱她了 喜极而泣 我一个人在路上走走停停 直到身后响起喇叭声 才回过神来 吱吱 上车 我想跟你好好谈谈 是江淮 我瞟了她一眼 冷声道 没什么好谈的 我妈不是那个意思 你不要自己胡思乱想 你回去吧 大家都等着 你好好说 行不行 她停了车 走过来拉住我 我却将手从她手里抽出来 我现在听见她妈妈 就犯恶心 江淮 不重要了 我没有怀孕 你不需要对我负责 一切都结束了 我用尽最后的力气 宣告与她的结束 她愣了一下 难以置信地盯着我 直指 你不喜欢我了吗 我的心痛了一下 原来她一直都知道啊 知道我喜欢她 所以她肆无忌惮地 消耗这份藏在我心底的喜欢 最后耗尽了我所有的力气 可能吧 我笑着说 她显然觉得这件事有些棘手 揉了揉太阳雪 半天才缓过来 哑着嗓子说 你别这么任性 有什么事 回去再说 你一个人也下不了山 乖 听话 好吗 我不想说话 我也不想听话 继续固执地往前走 走着走着就跑起来 我告诉自己 我要逃离这一切 要摆脱她 不能再动摇 绝对不能 我跑得越来越快 身后传来了她叫我的声音 吱吱 吱吱 以前她叫我 我觉得动听 现在我觉得窒息 跑过一个弯道 突然出现一群人 男男女女 拿着彩带 敲锣打鼓地在狂欢 被她们围在中间的 是一群骑着摩托的赛车一组 我感受不到她们的快乐 只觉得她们过躁 我听到了身后汽车发动机的声音 知道江淮跟上来了 我很烦 我不明白 她明明不喜欢我 为什么非要跟着我 车门开了 我估计她要跑过来找我了 我不能停下 一秒都不行 我再也不想回到过去 暗恋那种卑微日子了 我快速绕过人群 最后 未来的勇气冲到她面前 急匆匆地问 能搭个车吗 听我问我 她缓缓抬头看我 她戴着黑色头盔 我也看不清她的表情 但在她不回应我的几秒 我内心非常的忐忑 可是 看到远处江淮跑过来 我只想立刻 马上 逃离这地方 就搭到山下 我可以给你车费 我操到她耳边 大声说 我怕她戴着头盔听不清 她仰起头 大概是被我震惊到 看了我几秒 才开口道 想要搭我的车 不要钱 我愣住了 那你要什么 我挑到江淮离我越来越近 来不及了 我直接抬脚 爬上了她的车 压低声音 求你 她回头看了一眼江淮 又看了看我 叹了一口气 要命 要命 要什么命 起初我还不明白 她为什么这样说 后来我就懂了 搭她的车 何止是要命 你自找的 她扔下这句 就整个人扶在摩托车上 发动车子 开始慢慢滑到那群人面前 那群人见到她和我 突然开始起哄了 哪来的姐姐 胆子这么大 我 什么情况 我只觉得脑子嗡嗡的 也来不及多想 她就从别人那扯了一个头盔扔给我 会戴吗 她没有理那群人 转头问我 大概会 为什么骑个摩托车 要戴这么复杂的头盔 这显然不在我的理解范围 她没出声 等待着我戴好 抓紧一点 她温馨提醒我 我哪里好意思 抓别人那么紧 只是指尖勉强地掐住她的衣角 然后耳边刚响起一声上声 摩托车嗖一声飞了出去 没错 就是飞了出去 我的头盔 直接飞掉了 我的身子突然惯性后仰 求生的本能让我整个人 瞬间抱住她的腰 慢一点 慢一点 因为车速太快 我的嘴都被吹得吐字不清 脸也变形了 我感觉呼吸都快停了 仿佛下一秒 我就能看到极乐世界了 但她完全没有回应我 反而加速 因为我感觉到 耳边十几辆摩托车 在我脸边飞尸而过 这哪里是骑车 这是骑火箭 这就是她说的要命吧 我觉得 我可能今天就交代在这了 十一 我从来没有抱一个男人种紧过 至少在我没有丧失理智的时候 我还是有女孩子的矜持的 但此刻 我恨不得用钢筋 把自己和她的后背焊在一起 别掐 她突然吼我 什么 我略带哭腔 你的手 放上去一些 因为风太大 她不得不大声地朝我吼 这下我听清楚了 可是依旧不敢挪动手 我怕我轻轻一松 整个人就飞出去了 我 我害怕 我吓得大脑一片空白 我这人胆子小 这辈子都没尝试过刺激的事 上一次被吓得这么惨 还是坐过山车 而这一次 明显就是连环过山车 还是死循环的那种 死不了 她没好气地微微侧脸 那也跟死没什么区别了 后来 她大概是降速了吧 因为我感觉自己渐渐能呼吸了 脸变形也没那么厉害了 眼前的风景终于清晰了 而不是快速闪过的条纹状 前面的车队把我们越甩越远 最后整个道路突然寂静了 只剩下我的心跳 和耳边的风 落日的余光照射下 我贴在她的后背 仿佛走入了另一个金灿灿的世界 此时此刻 我的心突然安静下来 我和江淮的十年 如同电影一般从我脑海闪过 那些委屈 心酸 无奈 被这一路的风冲洗 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傻 好让人心疼 我想抱抱我自己 再没有不甘 也没有委屈 我和过去的自己告别 又和过去的自己和解 直到车子慢慢逼近终点 我才猛然抽回思绪 这感觉就像 劫后余生 十二 终点还是有很多人 但是已经没人期待它的到来 反而聚成一小团 一小团 开始搭帐篷 做饭 别压着我的腿 她忽然压低了嗓子 转过头警告我 啊 好 速度慢下来了 我抬了抬自己的腿 才发现自己 几乎整个人压在她背上 我的手也从她肚子上往后移 移到了她腰上 抓着她衣服 她在终点拐了个弯掉头的瞬间 我又紧张了 没忍住死死地抓住她的腰 你别 她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完 我就感觉整个车身有点失重 下一秒 啪 车倒了 我摔了个狗吃屎 那些在聚集的人群 大概听到了动静 纷纷跑过来 接下来是一阵又一阵哄响 鹿爷 你这什么技术 从第一名到最后一名 还翻车了 你再不来 我们都以为你半路跟着姐姐跑了 没想到你这辈子也能遇到克星 哈哈哈哈呀哈哈 滚蛋 我看到摔倒在我前面的她爬起来 她单手扯了头盔 砸向那群幸灾乐祸的青年 然后一拳一拐地走向我 夕阳下 她腻着光 我看不清她的脸 只觉得她挺高 头发像是打湿了 一缕一缕的 能起来吗 她站在我面前 伸出手来牵我 我抬头 望着她戴着手套的手 犹豫了一下 还是决定自己爬起来 可以 我双手撑地 痛 我感觉自己膝盖火辣辣的疼 目光往下 竟然看到了血 我有点晕血 我好像不太行 我颤抖着声音 气息微弱 下一秒 她俯下身来 伸手将我蓝腰抱起 她离我好近 我看到了她长长的睫毛 高挺的鼻梁 磨破的嘴皮 还闻到了 她身上特有的阳光 夹杂着细汗的味道 意识到 我在盯着别人看 我突然觉得自己好无耻 于是 立马低下头 不去看她 就这胆子 怎么敢坐我的车 她把我放在帐篷那边的凳子上 美好气地说了一句 然后转身进帐篷 不一会儿拿了一个药箱出来 蹲在我跟前 我不知道 会这么快 我难难道 我自己来吧 我看她将我的裙子 卷了一些起来 露出我的膝盖 就要给我处理伤口 觉得有些难为情 行 她将棉签递给我 站了起来 点了一支烟 就这么抽着烟 看着我 露也 帐篷没带多的 你和姐姐 突然一个二十左右的男孩子跑过来 笑嘻嘻地 话说得意味深长 她叫露也 我抬头偷偷看了她一眼 结果刚好撞上她 低头看我 我吓得立马收回目光 我 我得回家 我急忙解释 这个叫露也的男孩子 也就二十岁左右 脚上还踩着一双黑色帆布鞋 看起来跟我不是一条路上的人 姐姐 天黑了 没车下山了 你就和我们玩一会儿吧 对呀 姐姐 我们今晚吃烧烤 看星星 唱歌 不会无聊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 又来了几个男孩子 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面对小孩子的热情 我心里坚定地要回家 可是不知从何拒绝 露也还是第一次 让女孩子搭她的车 你可不能耍她呀 她都输了比赛 姐姐 你可要赔 我有些为难地看向露也 我真不知道会这么复杂 我就想搭车下个山 没想到这是她的比赛 我更不知道摩托车会这么快 快到我都差点把命交这儿了 你们能闭嘴吗 露也吐了一口烟 极不耐烦地白了他们一眼 行行行 对姐姐这么温柔 对我们就是禽兽 几个男生打去着 被她轰走了 我低着头 想给自己处理伤口 可是 我的手一直在抖 好几次都下不了手 还是我来吧 她灭了烟 重新蹲下 拿了一根新的棉签 你没经验 处理不好会留疤 她都这样说了 我也不好拒绝 你叫露也 我看着她的发顶 找点话化解尴尬 嗯她硬了一声 会有一点痛 你忍忍 好我答道 我叫荔枝 今天谢谢你 话落 冰凉的触感 带着针扎般的剧痛 弄得我倒抽一口气 荔枝 挺好吃的 她又换了一根棉签 蘸了药水又要开始涂 我条件反射地脚往后缩了一截 结果 就被她抓住了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 叹了一口气 别躲 必须得好好消毒 要不然会感染 也就几秒 你再忍忍 好 我手紧紧地握住凳子边缘 平住了呼吸 等待下一波刺痛的袭来 结果刺痛感没等来 却等来了一阵温热的凉风 她隔着一些距离 帮我轻轻地吹 这样酒精散的快鞋 她解释道 我承认 我被她的动作惊到了 大概是这辈子 都没有被谁这样温柔对待过 我此刻竟然有些想哭 从小到大 我若是摔倒了 受伤了 我妈总是骂我 说我怎么这么笨 也只有江淮会在我受伤的时候 一边骂我笨 一边帮我处理伤口 所以我才会喜欢她那么酒吧 只是江淮的温柔不只是对我 她对所有女朋友都这样 我不过是她没有给过任何承诺的那一个 想到那些糟心的事 我鼻子一酸 眼泪就掉下来了 最后滴到了陆爷手上 她顿住了 她抬头 一双清澈的眼睛盯着我 你别哭她有些手足无措 这么痛吗 她不敢吹了 也不敢消毒了 我没哭 我伸手赶快擦了眼泪 结果眼泪怎么都擦不掉 鼻涕还擦出来了 要命 我真的觉得丢脸死了 她一定是看到了我的狼狈 翩翩头然后转身走进帐篷 过一会又出来了 将一件白色T恤递到我面前 干净的 没穿过 她见我有些犹豫 解释道 只在那边的车上 你先用这个擦擦 我待会儿去拿 我 若不是我的鼻子堵得厉害 我真的不好意思用别人的衣服 擦眼泪和鼻涕 我接过衣服 侧过脸 尽量不让她看到恶心的场面 实际上已经够恶心了 她又蹲下来 噎着我的脚 我尽量快一点 你玩完游戏 转一下注意力 说完低着头给我消毒 然后拨通了一个电话 因为没有手拿电话 她按了免提 给我拿点指过来 老大 这么快 没指了 我 为什么这个对话 好像有哪里不对 你废话真多 老大 明天还有比赛 你悠着点 电话那头说完就在狂笑 一件平常不过的事 笑着笑着就变位了 她伸手摁断了电话 空气突然死一般安静 你别听他们瞎说 她咳了一声 还能忍受吗 可以 我小声回答 想到她让我玩游戏 我又觉得 和他们这样的小孩子 是有代勾的 想到这 我伸手去口袋摸手机 结果摸了个空 完了 手机掉了 怎么 她见我到处摸 就问我 我手机不见了 我无奈摊手 可能掉路上了 她快速拿了绷带 给我膝盖缠力圈 思考了一会儿又问 有什么重要电话吗 重要的电话 我稍微思考一秒 就想到了我妈的电话轰炸 还有江淮的质问 还有我爸的关心 但这些都让我头痛 让我喘不过气 我甚至觉得 手机丢了也挺好的 至少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可以不去面对那些糟心的事 今天可能没法送你下山了 今晚你睡我帐篷 我去我朋友那儿 你将就一晚 她话里的意思就是 今晚我不能回家 需不需要给家人说一声 我想我的确不是一个 洒脱到底的人 听她这么说 我想到自己突然消失 我爸可能会操心到 一晚上都睡不着 我又不忍心 我能借你手机发短信吗 我问她 可以 她拿起手机给我解了锁 然后继续给我处理另一只腿 我给我爸编辑了一条信息 大概跟她说我很好 今晚不想回去 在同学家 手机掉了 明天回去 让她别担心 我爸一会就回了过来 好 好好照顾自己 看到这 我松了一口气 能站起来吗 她处理好了两只脚 站起来看着我 可以 我试着站了一下 根本起不来 有点痛 算了 别动 她想了一会儿 你喜欢吃什么 我去给你拿过来 13 谢谢你 我由衷地感谢她 不知道为什么 即使才跟她相处了几个小时 她还明显年纪比我小 但我就是感觉她是个好人 她没说什么 只是留给我一个背影 潇洒地摇了摇手 不一会儿 她就和几个男生 搬了一张简易桌子过来 还有十几盘刚烤好的烧烤 然后再我以为 就我一个人单独在这里吃的时候 那几个男生 又搬了几张桌子过来 后来甚至所有人都跑了过来 还把烧烤架直接搬过来了 这边突然热闹起来 一群大男孩和一群小女生 有说有笑 打得闹闹 看起来各个青春洋溢 我好不习惯 只是在这样的场景下 听着他们讲笑话 讨论年轻人喜欢的电影 动漫 我竟然觉得心态都年轻起来了 姐姐 你玩游戏玩法师还是辅助 姐姐 你随便选 我们带你呀 姐姐 你玩妖魅吧 就无脑飞就行 我被他们的热情惊到了 但我真的难以拒绝 我不太会 我如实说 我其实下载了王者 还是因为江淮有一次发了王者战绩 我才默默下载了一个 但研究了半天 也没弄懂怎么玩 所以至今还在青铜 没事 我们都可以带你 是的 谁敢打你 我们就打到他们跪下叫姐姐 我该如何告诉他们 我其实 烂当 玩我的号吧 就在我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 一直在旁边抽烟的陆爷 突然把手机扔给了我 然后气氛一瞬间安静了 我不懂 陆爷 你的蓝国服前十你不怕掉 哎 你不懂 人家泡妹子 下血本 懂 懂 懂 我们都懂 大家又是一阵哄笑 我有些囧 为什么现在的小男生 这么爱开玩笑 可是我如果就显得很别扭 又感觉我太较真了 正在我犹豫 该如何委婉地 请他们别开玩笑的时候 有人先行动了 陆爷直接一个一拉罐砸过去 你们吃错药了 还是活腻了 他真暴躁啊 我吓得都不敢出声了 那几个男生更是瞬间咽了气 别废话 陪姐姐打游戏 对 姐姐你还要吃什么 我来帮你烤 姐姐 你放心打 我们保证别人进不了你的身 我点点头 拿起他的手机 颤抖着点进去 一局开始 那群男生又开始噼里啪啦 说个不停 坐在一旁的陆爷 莫名低气压 最后他灭了烟 甩了一句 你们上辈子是哑巴吗 说完 转身去前面烤烧烤去了 十四 后来我在一群弟弟的怂恿下 勉强打了两盘游戏 躺赢 在我还在研究 那个英雄技能怎么放的时候 弟弟们已经冲上来 直接把对方团灭了 在这期间 陆爷一直安静地在烤烧烤 他好像不是很爱说话 但是他们都挺怕他 直觉告诉我 他不好惹 后来我吃了烧烤 又简单用矿泉水洗漱了一下 他突然走过来 你先用我的手机吧 说完把手机扔给我 我有点懵 都要睡觉了 我用他的手机太奇怪了 你们女生睡觉前 不都喜欢玩手机 他反问我 那我也不能用你的手机 我略有些尴尬 他倒是坦然地 把手机就留给我 没有拿回去的意思 我上面没有隐私照 随便翻 无限流量随便用 说完 他又指了指旁边那个帐篷 我就在那 有事叫我 谢谢 他都这样说了 我也没好意思再拒绝 我想着 要是晚上突然有个什么事 手机也是个有用的工具 他没说话 依旧是留了个背影给我 然后摆了摆手就走了 或许这一天 经历了太多事 晚上我竟然睡得出奇的好 第二天 我是被电话声吵醒的 我睡得有点迷糊 也没看就接了电话 你在哪呢 我们回国了 是一个女士的声音 我以为在家呢 整个人都是懵的 山上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 那边好一阵没声音 我以为挂了 就把手机又放到了一边 过了会儿 又感觉到有声音 我又拿起来放在耳边 麻烦你跟陆爷说一声 我和他爸爸回国了 在家里 就不打扰你们了 多睡一会啊 前面没听清 听到陆爷两个字 我总算清醒过来了 再听到后面 我吓了一个机灵坐了起来 阿姨 你误会了 还没来得及说 那边啪地挂了电话 我盯着手里的手机 后背发凉 完蛋 我赶紧把衣服穿上 拿着手机就往外面跑 想把手机还给他 结果忽略自己膝盖有伤 走了几步 就疼得咬牙切齿 怎么了 一冲出帐篷 在我跌倒之前 一只手扶住了我 陆爷 他换了一身运动装 像是刚运动过 额头还冒着汗 你妈妈刚才来过电话 我有点没睡醒就 我把手机递给他 声音有点小 他好像误会了 他扶着我到凳子上坐下 才拿过手机 手指在屏幕上滑动 漫不经心地问 误会什么 误会 我们睡在一起 话到嘴边 我说不出口了 比起我的焦急 他显得无比淡定 甚至还浅浅地笑了笑 没事 他随性地说了一句 然后站在我旁边 开始打电话 我本来也不想偷听的 但我有些紧张 感觉他是在和他妈打电话 嗯 过两天回来 不知道他妈妈说了什么 他突然朝我看了一眼 我本来在偷听 被他这么一看 下得赶快收回了目光 没有 我从哪给你带回来 瞎闹 你别来 OK 有再说吧 这算是 成亲了吧 我的心总算落下了 但是想到平白给他 造成了这么大的误会 我还是挺不好意思的 等他挂了电话 瞄着时间 我又跟他解释了一次 你妈妈打电话的时候 我睡迷糊了 我还以为是我妈 我就接了 我真不是有意 接就接了吧 我妈说你声音挺好听 他莫名其妙说了这么一句 我有点尴尬 不知道如何接话 总觉得这句是他编的 一会儿吃了早饭 我送你去医院看看 他突然盯到我的腿 来了这么一句 不用 我赶紧拒绝 本来我们俩素不相识 现在已经够麻烦他了 毕竟膝盖只是小伤 不怎么痛了 几天就好了 待会儿能麻烦你 我说了一个字 行 15 鹿野吃了早饭 就送我回去了 本来我说送到山下就行 但他却问了我家的地址 直接把我送到楼下 他说我的脚是因为他摔的 他得负责 留个电话吧 我下了车 他笑着对我说 你的脚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联系我 我负责到底 我觉得真的是小伤 但他这么认真 我还是留了电话 有机会我请你吃饭吧 谢谢你送我回来 我把自己的手机号 收到他通讯录 冲着他勉强笑了笑 我一回到小区 心情就有些沉重 好 跟他告别完 我一转身 刚走进电梯间 就看到了一个人 江淮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第一反应 竟然是回头去看路 也走了没 看他的摩托车 消失在道路尽头 我才舒了一口气 他应该没看见吧 他是谁 耳边冷不丁的声音响起 震得我有些头皮发麻 你不需要知道 我冷冷到 曾经我幻想过无数次 江淮在楼下等我的样子 我幻想过 该如何热泪盈眶地 扑进他的怀里 诉说我对他的爱恋 但此时此刻 我竟然没有一丝动心 只觉得头疼 一看到他 我就想到刘阿姨那张脸 说的那些让我难看的话 就想到我妈受了气 又回来说叫我的脸 我只想逃离 我按了电梯 不想再理他 结果我刚要进去 手就被他抓住了 他力气很大 我拧不过他 被他拉到楼梯间 堵在角落 我在家等了你一天一夜 你没有解释吗 他声音很低沉 以前我觉得好听 可现在我不想听 然后呢 我抬头望着他 他是觉得一天一夜很长吗 他知不知道 我也曾等了无数个日日夜夜呢 在他跟他女朋友循环作乐 却忘记我在楼下等他的时候 在他因为失恋出去买醉 而整夜未归的时候 我都在楼下默默地等他 而他只会说一句 你怎么那么笨 我没来 你还等 不知道走 看 他总是觉得 我等他是理所当然的 暗恋的人有什么资格他要求 要求他准时 要求他遵守约定 要求他洁身自号 你知道大家有多担心你吗 电话打不通 人也不回家 你昨晚跟他在一起 他站在那里 俯视着我 接连质问 我跟我爸发了短信 我看着他 以这么高傲的姿态 来问我昨晚跟谁在一起 就觉得好笑 我和他 再也没有任何瓜葛了 以前没有 以后也没有了 在我心里 我已经跟江淮告别了 你没给我发 他有些生气 你是谁 江淮 你很搞笑 我为什么要给你发 我苦笑着问他 不 是我有什么资格给你发 他愣住了 大概没料到 我是这样的态度 有些震惊 过了几秒 他突然捞过我的脖子 伸手摸了摸我的头 吱吱 听到这声吱吱 我的心像以前很多次那样 动摇了几秒 但也仅仅只有几秒 我不想在每次伤心过后 听到他这声吱吱 又不由自主地向他靠近 然后一颗心被他反复地刺伤 这是恶性循环 该结束了 江淮 你妈妈说的对 我配不上你 所以以后 我也不会再去找你了 你也别来找我 就这样吧 我尽量让自己显得平静些 他低下头 与我对视 想要从我眼里 找到一丝痕迹 你什么意思 我妈妈没有那个意思 就算没有孩子 我们也的确有过一次 你可以要求我对你负责的 我要求他负责 我都可以想象 刘阿姨会说些什么 说我心机重 说我肤浅 说我不矜持 说我配不上他 所以没必要 不用 我坚定地看着他 我就当被狗咬了一口 说完我不再跟他继续纠缠 扔下他 自己去了电梯 推开他的一瞬间 我其实是痛的 是那种身体被撕成两半的痛 十年的暗恋 他早就融入我的生活 成为我生命中 不可割舍的一部分 如今终于决定离开 我不比暗恋时轻松多少 我甚至担心他再次冲上来 告诉我 他很爱我 一直一直很爱我 这样我真的不能确定 我不会动摇 庆幸的是 他没有追上来 电梯关上的那一刻 我听到了自己内心的一声叹气 回到家 我妈坐在客厅吃西瓜 我爸拿着扇子给他扇 这一幕本来挺和谐 直到我的出现 打破了和谐 十六 还直到回来 我妈放下西瓜 盯着我 我站着不说话 你和江淮到底怎么回事 孩子又是怎么回事 怎么 现在哑巴了 我妈语气有些咄咄逼人 回家以前 我也曾幻想过 我妈会不会也对我温柔一次 果然 只是幻想 她不喜欢我 第二天我就吃了药 没有孩子 之前是你们误会了 我不澄清 是我对她抱有一丝希望 现在我看清了 我不会跟她在一起了 我硬着头皮 尽量平静地说出这段话 我妈听着 疼的一下站了起来 拎起一块西瓜皮 就向我砸过来 插着腰 气得半死 你现在知道清醒了 都被睡了 你现在开始玩清高了 不让他们家负责了 我说你怎么这么死脑筋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矜持 被别人吃干抹镜 你还是女孩子吗 你知不知道 这对女孩子意味着什么 你以后还嫁得出去吗 说到最后 她也被气得浑身颤抖 说不下去了 你怎么那么笨 活该被欺负 我站在原地 西瓜皮砸我头上 都没有我妈说的话那么痛 我有些想哭 却又咬牙忍住 吱吱 痛吗 我爸过来护住我 仔细询问我 我却把脸偏向一边 不想让她看见我眼眶里 打转的泪水 我就是那么笨 我就是什么也不如别人 以后嫁不出去 就嫁不出去吧 对不起 让您失望了 说完 我转身回了房间 死死地关上门 我躲在被窝里 眼泪终于止不住地往外流 我想不通 我从小就比别人努力 比别人听话 按照长辈说的人生经验 努力地生活 为什么我的人生 还是那么失败 后来我开启了和我妈的冷战 我照常上下班 在此期间 没有跟我妈说过一个字 到时候我爸发现了 我脚上的伤 每天都骑电瓶车 把我送到地铁站 每天下班 走在人潮涌动的街头 我都在想 我这样的生活 还有什么意义 于是我做了人生 最大赶的一个决定 公司内部选聘 外围市场管理人员时 我悄悄地报了名 经过几轮考核 我被调到了 一千多公里外的市场部 我以前的工作 是做办公室 天天给我的领导 端茶地水取快递 用我妈的话 女孩子做这样的工作 再适合不过了 一定不能出去抛头露面 走的前一天 我跟我爸谈了一下午 我爸破天荒地很支持我 晚上 我第一次开口 跟我妈说了话 告诉他不要走了 走就走啊 难不成我还留你 他说这话时 仍旧没什么反应 偏头对我爸说 我看他在外面能飞几天 走的那天 我想起了一个人 路易 我没有他的联系方式 我之前那个号码 出了些问题 去补办的时候没成功 我只好申请了一个信号 他记下的是我的老号码 他找不到我 当然 也许别人只是随口一说 也不一定找我 我也就没在意 走的时候 除了我爸妈 谁也不知道 送我的 只有我爸 在这座城市生活了二十几年 从小学到大学 我从未走出过这里 坐在飞机上 我有些异样的伤感 江淮不知道是怎么知道我走了的 我刚到新的城市 就接到了他的电话 跑那么远 只指你怎么还是那么幼稚 我挂了他的电话 幼稚就幼稚吧 我这辈子就这样了 我以为脱离了父母 我也能生活得很好 结果不到一周就打脸了 租的房子是个老破小 没有电梯 还要穿过一条昏暗的巷子 由于刚转到这边 每天几乎都有应酬 下班很晚 我每天回去都吓得半死 唯一的好处 我每天都很累 再也没有心思难过了 那件事对我的影响 好像越来越小了 江淮仍旧频繁给我发微信 我都很少回 或者干脆不回 他终于变成了我生活中 可有可无的人 累吗 累就回来 只知 他总是在我疲惫的时候 妄图动摇我 回去 回去又过以前那样的日子 想到以前的心酸 我就再也不想回去了 我关了手机 蒙头大睡 一个月后 我爸给我打电话 知知 你妈妈过生日 你回来吗 我很犹豫 来这边以后 我和我妈一直没有通过电话 我不确定 我现在回去 怎么能笑容满面 给她过生日 回来干嘛 机票不要钱啊 电话里 我听见我妈在旁边 美好气的说了一句 我爸赶紧低声劝我 你妈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你走了这个月 她还天天去你房间 叫你起床 有的话 你别往心里去 一时间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天下哪有不爱 自己子女的父母呢 这我当然知道 可是有的父母 我总是把爱放在心里 嘴上却没有一句好话 就像我妈 她从来不知道 她那些话让我多难过 爸 我刚来这边 最近也挺忙的 等国庆我再回去 我给妈妈 在网上买份礼物吧 好 我爸叹了一口气 刚要挂电话 我爸又叫住我 吱吱 我那天看到一条短信 好像是给你发的 就是你上次在外面 给我发短信那个号码 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秒想到了路易 明明这个人离我那么远 我自己都有点惊讶 他说什么 我莫名有点紧张 问你膝盖好了没 我爸顿了一下 好像是挺早之前发的 我才看到 没注意 我愣了一下 心里有些说不出的小激动 拿到他的号码后 我想了半天 却不知道该不该联系他 过了这么久 他怕是W 早就忘记我是谁了 我存下了他的号码 微信好友 给我推荐了通讯好友 有个叫LY的 是他 最终我还是没主动嫁他 我本来就不是个主动的人 素不相识的人 我又何必去打扰 我以为日子会这样一天天抵过 慢慢走上正轨 直到那天晚上 陪客户在河边吃夜宵 我和同事并肩走着 迎面走过来几个 带着鸭舌帽的男生 因为个子高 我和同事不约而同 在擦家而过的瞬间 抬头望了一眼 那一眼 正巧和一道目光撞上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这眼神似曾相识 等我想起是谁 我已经和那群人错过了 怎么了 我同事看我魂不守舍 问我 没什么 我抽回思绪 继续往我们那桌走 哎 我忘记王哥不喝冰冻啤酒了 我去跟老板说下 我去吧 我急忙说道 说完我立马转身 快步向他的方向走去 只是 河边有阶梯 阶梯有往上的 也有往下的 天色较黑 我没有看到他们 那群人的身影 走走停停 看了好几遍 都没看到他 我的心说不出的失落 我嘲笑自己的胆小 在看到他的瞬间 就应该跟他打招呼 这有什么难的 现在别人不知踪影 又来海底捞 我甚至开始怀疑 自己有没有看错 那个人是不是真的是鹿野 毕竟在这一千多公里外的城市 萍水相逢的两个人还能遇见 这样的概率有多小 我苦笑 等我回过神 才想起自己有他的电话号码 我拿出手机 试探着 加了他的微信 看着手机界面 他还没有通过 我又有些泄气 觉得自己不该这么冲动 找什么 身后突然出现一个声音 我愣住了 十七 一回头 他就戴着一顶黑色鸭舌帽 站在那里 盯着我 嘴角有些笑意 说实话 我有些尴尬 厕所 我撒谎了 心跳得有些快 他笑了笑 没有拆穿我幼稚的谎言 懒声道 我知道 带你去 谢谢 我假装镇定的跟在他后面 看来是好了 他低头 目光瞟一眼我膝盖的位置 嗯 我尴尬的接话 怎么来这了 他慢悠悠的走在我旁边 心情看起来还算不错 工作掉到这里了 我如实回答 他沉默了一会儿 我偷偷瞟见 他没眼带着笑意 算是松了一口气 你呢 怎么也在这 我问他 在这里遇见他 我真的很震惊 他停下来 指了指前面的建筑物 厕所在呢 好 我觉得他好像不是很想回答我的问题 也没再问 我到了洗手间 越想越觉得自己未免太别扭了 这么久没见 我大方问候一下也没什么 想问什么就问什么 这么别扭真的没必要 想到他可能又走了 我又错过了一次 我就想骂自己没出息 就这样纠结忐忑地出了洗手间 看到门口的身影 我再次镇住了 他倚靠在墙边抽烟 显然是等我 我心中有些窃喜 赶紧走过去 刚走近 他就灭了烟 用余光看了我一眼 我在这里上大学 这算是对我之前问题的回复吗 太好了 那下次我请你吃烧烤 我话不过脑子 脱口而出 说完又觉得有些唐突 毕竟我和他还不算那么熟 行他有些欲言又止 那你今晚在这边是 陪一个客户吃夜宵 说到这 我才想起自己要去找老板的事 果然美男务事 客户 他跟我并肩往外面走 步子停了一下 要喝酒吗 啊 他突然这么问 我有些摸不着头脑 喝一点 其实最近喝了很多酒 刚开始我还不适应 现在已经到了喝醉了 还能把客户送上车 自己再去厕所狂吐的程度 他停下来 也不说话 只是盯着我 欲言又止 我和我同学在那边 他指了一下 离江边最近的一桌 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那边的确一堆 学生模样的男男女女 好 那你们慢慢吃 我得赶快回去老板那边 要留微信吗 走了两步 他问 我反应了一秒 然后急忙摸出自己手机 好啊 加上了微信 我朝他挥挥手 就急匆匆去招呼老板了 后来我回到了客户那桌 一晚上我都有些心不在焉 只是我演示的很好 同事很给力 把客户赔得很好 我就跑跑腿 点点菜 偶尔喝几杯 每次点菜 我都走到那边 目光偶尔瞟一眼那桌的路影 他同学们玩得很开 各种闹腾 他一直坐在那里 偶尔抽烟 不喝酒 吃的也很少 安静的不像话 他还是学生 也太小了 我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等我望着那边发呆的时候 突然他也抬头看向了我 那一瞬间 我像是做什么坏事 心虚的不行 尴尬的收回目光 为了防止尴尬再次重演 我不敢去点菜了 送走客户 已经是晚上11点了 同事也打车走了 我打的车也快到了 我抱着胳膊四处张望 路也和他同学 好像早就走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 车子到了 我刚坐进去 一只手扶住了车门 能拼个车吗 他弯下腰 低着头 笑着问我 我有些惊讶 可以 于是路也就这么坐在了我的旁边 我有些忐忑 问他学校在哪 先送他去他的学校 他却说顺路 先送我回家 一路上我和他都没说什么话 我本来也不是善于交集的人 他好像也不太喜欢说话 干脆两个人都保持沉默 车子开到小区外面的马路停下 我下了车 本来想跟他说再见 结果他也跟着下来了 你住这里吗 他指的指面前这栋 不是 是里面那栋 我指的指巷子镜头 他抬头望了一眼 然后轻轻皱了皱眉头 那我送你过去 他双手插都走在我旁边 这么晚了 你会不会回不去学校 我有些担忧 虽然我挺希望他送我 毕竟这一段路我一直挺害怕 尤其今天还这么晚 不急 他走在我前面 给我探路 好 我心里从未觉得如此安稳过 等下个月我发了工资 我就换个房子 我真的不想每晚都担惊受怕了 他把我送到楼下 我朝着他挥手说谢谢 他一句话没说 转身离开 留下个高大的背影 朝着我摇了两下手 18 我站在电梯里 心情依旧没法平静 刚一出电梯 就看到我的门口站着一个人 是江淮 我顿住了脚步 去哪了 他低头看了一眼手腕上的表 替我拿过包 这么晚 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 不知道为什么 我现在看他心情会如此平静 如果是以前 他跨越一千多公里出现在我眼前 我肯定会感动到掉眼泪 我现在才知道 迟来的关心 早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问了你爸妈 他平静的说 我妈还好吗 我拿钥匙开门 面对这种情况 我也不可能赶他走 我没那么狠心 你妈听说我要来找你 让我给你带了特产 他说着提了提他手中的袋子 我心里咯噔一下 江淮 我叫住他 你不觉得 你还去我们家 很奇怪 有什么奇怪的 他反问 芝芝 我对你负责 不是你想要的吗 我有一瞬间的语色 他根本不懂我想要的是什么 我从来都不想要他的可怜施舍 完够了 就跟我回家 嗯 开了门 他拉着我的手 离我很近很近 没开灯 一片昏暗 他的声线很低 在这样的暧昧环境下 人很容易上头 江淮 你现在什么意思 我声音很冷 他碰我 我只想躲 芝芝 欲擒故纵玩过了就不好了 他低下头来 嘴唇几乎要贴在我的脸上 不闹了好不好 江淮 我没跟你闹 我将他推开 自己躲到一边 你要我怎么说 你才明白 是 我承认我以前喜欢你 但是 现在我不想了 我不喜欢你了 你懂吗 他愣了一会 芝芝 你别自欺欺人 你怎么可能不喜欢我了 他顿了一下 像是又找到了证据 不喜欢你 怎么会天天往我家跑 不喜欢你 听到他说 这些我苦涩的记忆 我心里的伤口又被撒了盐 你都知道 还是女朋友换了一个又一个 我苦笑 江淮 你就是觉得 我永远不会离开你 永远都是你最听话的备胎 芝芝 我只是在等你 等你勇敢地说喜欢我 我内心此时此刻只有三个字 凭什么 凭什么要我先说出口 就因为我先喜欢 所以我要放下所有的尊严 来求着他 说喜欢他 无条件地任他摆布 可笑至极 我突然就不想再跟他吵了 我拉开了门 请他出去 我累了 你走吧 我这里只有一个房间 你睡不下 他弄了好几秒没有缓过来 芝芝 我坐了几个小时的飞机 飞了一千多公里来看你 他提醒我他的不容易 那行 你睡着 我走 我直接走出去 又被他拉住 你真要做得这么绝 他不敢置信地盯着我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我以前是哪样 我反问他 算了 江淮 你走吧 他把我拉回屋 自己走了出去 我关上门之前 他垂着头 不甘心地问了我最后一次 芝芝 如果我说 我喜欢你 我想和你重新开始 你还会接受我吗 我愣了一秒 苦涩地笑了笑 他还真以为 发生了这么多事 我还有可能跟他重新开始吗 可笑 对不起 我高攀不起 说完 我啪的一声关上门 十九 第二周 我抽了一天空 搬家 我用了一上午的时间 终于下定决心 拉黑他所有的联系方式 彻底与过去划清界限 说不心痛是假的 但是删完之后 我整个人都豁然开朗了 我加上了陆野的微信 我承认对他存有私心 但我没有找他聊天 毕竟 我和他之间 差了大概有一个地球的距离 所以我让自己不要胡思乱想 他就是一个阳光少年 是一个弟弟而已 接到他电话的时候 我正在搬家 手上还抱着一个大纸箱 喂 嗯 有什么事吗 我现在的姿势接电话 真的很尴尬 他沉默一会儿 你打给我的 仔细想了一下 可能是我搬东西的时候 手机放在口袋里 不小心蹭到了 我可能不小心碰到了 不好意思 我解释 你 在忙 他试探着问 有点 我觉得这样说 好像有些过于冷漠 又解释道 我今天在搬家 的确有点忙 我之后再跟你联系吧 他沉默了片刻 需要帮忙吗 啊 我脑袋卡住了 说真的 虽然叫了车 但把东西扛到楼下 之后又要把东西 从车上扛到另一个出租屋 我确实也好想 有一个人帮我一把 于是厚着脸皮问 你有空吗 能等我半个小时吗 他问 可以可以 挂了电话 他来得很快 不仅自己来了 还带了几个同学 我这屁大点的出租屋 一下出现了 好几个高大的男孩子 瞬间有点显得窘迫 姐姐 那几个男生 琪琪叫我姐姐 我有点不好意思 唯独陆爷 一直没有叫我姐姐 不叫也好 他叫我更觉得别扭 你的同学都好热情 中途的时候 我悄悄跟陆爷说 待会搬完 我请你们吃饭吧 不用 陆爷瞥了眼前面那几个 一边搬东西 一边打闹的男生 好 姐姐 我们晚上吃什么 后面突然冒出个人 吓得我后背发凉 要吃饭吗 那怎么好意思 恭敬不如从命 前面几个 不知道怎么也听到了 赶紧凑了过来 嗯嗯 你们想吃什么 我清了清嗓子 干脆发出邀请 结果看到他们眼神有些不对 我往旁边一看 陆爷脸色不大好 老大 可以吧 我们吃姐姐一顿饭 其中一个试探者问 我们吃的很少 陆爷抱着箱子没说话 递了个眼神给他们 你们今晚篮球不训练了 一晚上不训练 没什么 说话的男生 被旁边的人捅了一下胳膊 你不是晚上和女朋友约会 吃完再约呀 啪 陆爷把箱子放在地上的声音 着实大了一点 很容易让人误会 他在生气 那几个人不敢说话了 我也不敢出声 你是不是傻 人家老大想单独和姐姐相处 你吃什么饭 什么 朽木 我 听到这 我内心一阵忐忑 没有 你们误会了 我去问问他想吃什么吧 说完我又跟了上去 等所有东西搬完 我绞尽脑汁想好了 请他们吃什么 结果他们都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了 都是说自己突然有事 谢谢我的好意之类的 陆爷 我叫住他 我请你们吃一顿没什么的 你不要 不要什么 他反问我 我一下子没了底气 小声道 那么凶 我算是看出来了 所有他的朋友都怕他 我偶尔有点怕他 不过幸好 他对我倒还不算凶 他走到客厅 开始帮我拆一个又一个打包好的箱子 悠悠地瞥了我一眼 他们不是说有事 意思是 不是他强迫他们的 我心里想 那不是借口吗 哪有那么巧 刚刚搬完东西 就一窝蜂的都有事了 罢了 那我请你吃饭吧 我硬着头皮说 你把他们的那份也吃回去 行 这一次 他回答得无比干脆 我 虽然我说请他吃饭 可是他和我整理东西 一直整理到天黑 等我回过神来 已经是晚上九点了 我已经累瘫了 只想躺着睡一觉 哪里都不想去了 剩下的我明天自己弄吧 我们出去吃饭吧 你想吃什么 我打了十二分精神 还是决定请他出去吃饭 他放下手里的东西 身子协议在沙发上 缓了好一会 才开口道 有点累 啊 让你过来帮忙 这么累 我有些自责 不应该这么压榨 他这个免费的劳动力 不想动了 他说 然后望着我 不想动 这难倒我了 我总不可能背他出去吃饭吧 这也不合适 你这里有面条吗 他突然问 我挠了挠头 有泡面 那能煮一碗泡面给我吃吗 他声音有些有气无力 他都这样了 我还要求他出去吃饭 我觉得自己简直食饿不赦 好 你等一会 我赶紧站起来 在箱子里翻了几下 找到泡面去了厨房 真的只有泡面 连鸡蛋都没有 我端出来的时候 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 但他吃得很香 吃完之后 我正要去洗碗 他却抢先一步 拿到厨房 慢慢地将碗洗了 后来他看了看时间 跟我说他要回去了 改天 我一定请你吃顿好的 我在电梯口跟他说 他站在电梯里面 手挡着电梯门 等我说完 好啊 改在哪一天 他笑着问 哪一天 我脑瓜子急速盘算 中午晚上你有空吗 有 好 就定那天吧 走了 他摁了电梯 想起什么又嘱咐到 聊点睡 剩下的明天再弄吧 好 送走了路易 我的心里空落落的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时常都会想起 他冷漠又温柔的样子 我竟有些期盼 周五的到来了 二时 可是人越是期盼什么 上天就老是跟你作对 这一周前四天 我都很闲 时间有些难熬 偏偏到了周五那天 临时要加班 本来我跟老板申请了 只上半天 请他吃午饭 结果午饭硬生生拖成晚饭 我还没有下班 对不起 可能还需要一小时 抱歉 还有一小时 你先去吃饭吧 可能只能吃晚饭了 我都不知道 给他说了多少句对不起 我真的觉得太对不起他了 而他一直都是回那一句 没事 等你 于是 在下午五点 我终于飞奔出去那一刻 我直接打车去了他学校 他说 他在打篮球等我 等我气喘吁吁的 跑到篮球场边 看到一群小女生 把球场围得水泄不通 我有一瞬间的丧气 原来他这么受欢迎 想想也很正常 他个子高 长相出众 还会打篮球 这样的男孩子 哪个小女生不喜欢呢 不知道为什么 我有些别扭 我拿着矿泉水 站在最不起眼的角落 等他打完 人群突然欢呼起来 我抬头 看见他一个腾空 完美地扣了一个篮 我突然定住不动了 他那颗球 不仅砸进了篮筐里 更砸在了我的心上 等我回过神 我就开始嘲笑自己 胡思乱想 路也不知道怎么看到了我 你看到我 他冷漠的脸露出了些许笑容 他拎着篮球 慢慢逼近我 周围的人把目光 都集中在我身上 我有些忐忑 能帮我拧下瓶盖吗 他用目光 指了指我手上的矿泉水 好 我赶紧给他拧开 递给他 他笑了笑 并没有伸手接的意思 帮我一下 话落 他弯下腰 低下头 示意我喂他 我愣住了 太多人围观了 我被看得头发麻 好 你递一点 我抬头 轻轻将水递到他嘴边 因为隔得太近 我怕他听到我剧烈的心跳声 吓得平住了呼吸 大概喝了半瓶水 他才终于放过了我 对 那种感觉就是放过了我 帮我拿一下 他满意的舔了舔嘴角 笑了笑 将篮球塞我怀里 然后伸手撩起衣服 擦了擦脸上的汗 他这一撩 又是一阵尖叫 不怪他们 我看到他的腹肌 都觉得太过震撼 忍不住脸红心跳 不打了 他对队员说 要命的是 说完他还回头 意味深长的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 差点把我送走 绝 耳边关于他的议论声不断 我都听不清 脑子里嗡嗡的 全是他撩衣服的画面 我大概是中毒了 十分钟后 他从更衣室出来 已经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 应该是用过沐浴液 他身上挺香的 意识到我自己在想什么 我简直想把自己抽行 打车去西餐厅的路上 我们俩别扭的都没有说话 我觉得自己多少有些矫情 但就是真的不好意思与他证实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他也是不爱说话的人 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到胶着的气氛 我一路上都在假装玩手机 而我每次抬头偷偷看他 他都在看我 我搞不懂 他是如何做到 一直看我还不尴尬的 反倒是我 简直都不敢正常呼吸了 生怕声音太大被他听到 好不容易到了餐厅 点了两份牛排 上菜很快 我感谢服务员 缓解了我等餐的尴尬 不舒服 他大概是见我太过不正常 开口问我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觉得 他声音听起来很温柔 没有 我感觉自己脸有些烫 用手扇了扇 可能有点热 热 他看了看周围 要和我换个位置吗 他的位置在空调出风口下面 还是不要了 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盯了我一眼 女孩子还是不要吹太多风 嗯嗯 不用 我紧张得 手心都有些出汗了 我暗骂自己真没出息 怎么跟一个弟弟吃饭 也紧张成这副狗样 他盯了我几秒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低头笑了笑 我去下洗手间 好 我感谢他 他一走 我就大口出气 整个人都松了一大口气 心情渐渐平静下来 21 我盯着桌上的牛排 他还没回来 闲着也是闲着 我帮他把牛排切成小块 然后等着他 他回来的时候 看到面前切好的牛排 明显一惊 反正没事就帮你切了 你介意的话 我这盘没动 可以跟你换 我突然想起 别人不一定喜欢别人帮切 不介意 他拿起刀叉 一副闲式的模样 顿了一下 道 礼尚往来 我也该帮你切好 话落 他对着我笑了一下 示意我把盘子递过去 我没动 他就伸手 直接把我盘子拉了过去 不 用 我有些不好意思 相互切牛排 这也太过暧昧了 他完全忽略我说的话 依旧认真的帮我切牛排 我安静地盯着他 他的动作又轻又温柔 我觉得他切得不像是牛排 倒像是我故作矜持的那点自吃力 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会因为看他的动作 看到吞口水 而且刚好被他抬头的一瞬间捕捉到了 我赶紧低下头 避开他的目光 幸好他没有多问 他如果问 我真的觉得自己没有脸面可言了 最近工作很忙吗 他切好了 将盘子移到我面前 有点 我小心翼翼地吃着他切的牛排 感觉比任何一次吃都更美味 他没再说话 慢慢地吃着牛排 你呢 课多吗 我有些大聊 没课了 他朝服务员示意给我点了一杯酸奶果稀 给自己点了一杯气泡水 又道 我大三了 大三 我盘算着自己大三是多少岁 二十一 这么小 想着自己都二十六了 我心底叹了一口气 挺小的 我感叹他的年轻 他突然一秒变脸 不笑了 冷冷道 你也不大 我不知道哪里引起了他不满 他竟然开始对我了 心里想着这个弟弟还真不好惹 我是说年轻真好 我赶紧解释道 想了想还是决定岔开话题 像你这样的男孩 学校应该很多女孩子追吧 我发誓 我真是在夸他 结果他好像不是很买账 直接放下了刀叉 你是在试探我有没有女朋友 听他这么一说 我刚喝进去的饮料差点喷出来 现在的小孩都这么直白的吗 真是三岁一个代购 我和他大概隔了一条海 没有 他抬眼 朝我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 放心 放心 我放哪门子的心 这件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好了 我不说话了 吃到最后 他也没吃多少 我倒是全部吃光了 吃饱了吗 他看着我空饿的盘子 笑得不明意味 没饱吃我的 你不饿 我看他还剩一半的牛排 心想他食量怎么这么小 吃得少 不是更好养活 他反问我 我 我怎么总觉得他说的很有奇异 运动过后 不是太想吃东西 他一本正经地说 然后又补充一句 能请我看电影吗 我拿出手机看了一下时间 晚上八点了 这看完电影得什么时候了 可是他都开口了 我不请好像又不对 好呀 你想看什么电影 我打开手机准备买票 看你 他摸出一支烟 捏在手里准备点烟 他好像烟影挺重 但毕竟这不关我的事 我也没资格管 我低着头 买票 买好票 我一抬头 他还捏着那支烟没点燃 直到最后 与他并肩走着 他仍旧没有点燃 不喜欢我抽烟 他走着走着 忽然低下头来问我 他这一问 直接把我问蒙了 我愣在原地 脑子乱成了一团麻 我该怎么回答他 说不喜欢会不会不太礼貌 不是 只是抽烟对身体是不是不太好 我尽量说得委婉一点 我想 爱抽烟的人 估计都会反感别人说叫吧 他愣了一会儿 看了看手里的烟道 那就不抽了 说完 他抬脚走到垃圾桶 将烟扔进了垃圾桶 我被他惊到了 思考自己是不是说错话 惹他不高兴了 他也没有必要 因为我的话改变 我没有说你不好的意思 他回来 我解释 他伸手摸了摸我的发顶 淡淡道 我知道 我再次被他的动作惊呆了 这也太暧昧了 他倒是什么反应都没有 大大方方地继续往前走 只留我一个人站在原地 内心忐忑到不行 22 到了电影院 我又马不停蹄地去买爆米花和可乐 等我抱着两大桶爆米花 走到他面前的时候 他叹了一口气 你怎么 我怎么 我笑着冲他笑 他盯了我几秒 拿过我手中的爆米花和可乐 还把我的包也拿过去 低声道 这些以后都不用你做 他说这话的时候那么温柔 可是我的心 却因为他这句话闹得翻天覆地 一瞬间 我鼻子有些酸 替人跑腿 给人干活 过去的二十几年 我早就习惯了 习惯到我认为这样才是对的 我辛苦点没关系 别人开心就好 可是 今天突然有个人告诉我 以后不用做这些 这种被人照顾的感觉 对我来说是第一次 真好 后来我默默地跟在他的身边 进了电影院 他用手机电筒 给我罩着脚下 将我安置好 一看票 我懵了 我明明买了两个连号 为什么中间隔了一条走廊 我安骂自己太傻了 怎么做什么事都做不好 没事 你先坐着 他安慰我 然后拿着东西 坐到了另一点 电影开始 我的心情差极了 我望向他的时候 他也在看我 大概是看到我没什么兴趣了 他皱了皱眉头 下一秒 他站起来拱着腰 朝我这边走过来 最后跟我旁边那位协商了一回 换了座位 我有些震惊 别人好好一对情侣 怎么他三言两语 就把人家拆开了 人家还真同意了 你跟他说了什么 我问他 电影结束告诉你 好 于是他终于坐到了我旁边 我的心情也跟着好了起来 这是一部冗长的爱情片 看得我有些昏昏欲睡 然后 我真的睡着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 周围除了路易 一个人都没有了 一睁开眼 就看见他带着笑意看着我 结束了 我尴尬的捞了捞头发 怎么不叫醒我 看你睡得香 他帮我拿掉身上的毯子 整理好 想让你多睡一会 啊 我简直尴尬死了 我才发现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 还却给我拿了一条毯子盖在我身上 也不知道他怎么看出来 这电影院空调 对我来说有点冷的 对不起 我站起来 跟他道歉 他却摇摇头 以后别再说这三个字了 他一手拿起毯子 一手拿起剩余的爆米花 最后走出电影院 扔了垃圾 还没清醒吗 在等红绿灯的时候 他问我有点晕 睡了一个小时 我现在真的有点头脑发晕 他沉默了一会儿 那我拉着你 我还在思考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下一秒 我的手便被握住了 然后绿灯亮了 他拉着我就往对面走 他的手掌有些烫 把我脸都烧红了 我刚大的手指 都不知道该弯成什么弧度好了 我以为过完马路 他就会放开我 可是他拉着我走过了红绿灯 又路过公园 最后走到江边也没放手 我抬头看着他 江边的风将他的发吹得更加张扬 露出他好看的眉眼 他的眼睛在月光下 明亮的像一颗星星 在我的眼里忽闪忽闪 我甚至忍不住开始想 什么样的女孩子 才能拥有这样的少年啊 他真的美好的不像话 被他牵个手 我都狠狠地羡慕此刻的自己 如果早几年遇见他 我可能会忍不住 把自己对他的喜欢 表现得再明显一些 至少要露出一点破绽 让他知道 我对他是那样的心动 可是现在 我觉得自己配不上他 所以我把一切都咬咬牙 吞进肚子里 他一路拉着我往我家走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 对我家如此熟悉 等我回过神来 已经站在了我家门口 谢谢你送我回来 我站在门口 准备跟他告别 也是提醒他该松开手了 结果他就站在那里 并没有放开我的手 甚至不让我去开门 不想知道 今天我怎么说服 那个人换座位的 他懒懒的调子 看起来很像在耍流氓 特别是 他还顺便又拉起了 我另一只手 在这样安静的环境下 被一个弟弟拉着双手 说着暧昧的话 我感到一股电流 从我手心一路往上 直击我的心脏 怎么说的 我提高了声音 只是为了掩饰 我狂跳的心 可是 我好像知道了答案 直觉告诉我 他好像喜欢我 我想到这一点 吓了一跳 原来被人喜欢 是这样的感觉 他还没说什么 你就已经感觉到 他对你强烈的喜欢 原来 喜欢并不是若隐若现的呀 我说 他低下头来 凑到我耳边 哑着嗓子 我追这个姐姐很久了 成败就在今晚了 声音传到我的耳边 抵达我脑海的时候 我的脑海炸开了 我才知道 知道一个人喜欢你 和他亲口说出来 是有天壤之别的 后者要震撼好几百倍 他盯着我看了好一阵 才缓缓的 所以 你的答案呢 答案 我该怎么回答他 路也 我抬头望着他 他伸手摸了摸我的头 和我试试 我惊得半天说不出话 像是被他声音蛊惑 最后低着头 嗯了一声 他长舒了一口气 将我拦住怀中 用下巴抵着我的头 我们俩就这样静静地 抱了几分钟 明早想吃什么 临走前他问我 我明早给你买 都行 有事给我电话 我晚上不关机 他说完 终于把我放开了 退了两步 朝我挥挥手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我的心跳还是好快 等他彻底进了电梯 没了影子 我又觉得 这一切跟梦景一样 我开了门 扑进被子里 蒙住自己的脸 试图让自己清醒 可是整个人 像是悬在半空中 心跳怎么都慢不下来 洗完澡 我回到房间 就收到了他的微信 早点睡 晚安 我看着他发的晚安 控制不住脸上的笑容 我这算是恋爱了吗 是的 二十三 这一晚 我睡得出奇的好 想着他大清早就要过来 我很早就醒了 洗漱好 还化了一个淡妆 如此期盼一个人的到来 以至于听到门铃的一瞬间 我激动地跳着过去开门 结果门打开 等我看清来人的一瞬间 我的心跌到谷底 江淮 我正要关门 他却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芝芝 他声音有点雅 我这才发现 他眼睛有点红 像是哭过 我叹了一口气 我不想知道 他为了什么来这里 为了什么伤心 我不想看见他 江淮 你真的没必要这样 芝芝 我忘不掉你 他整个人看起来很疲惫 你不觉得 现在说这些可笑吗 我丝毫不想跟他纠缠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他语气诚恳的可笑 正在这时 我的手机突然响了 是鹿爷 他快到了 一瞬间 我有些头皮发麻 我不敢想象 他撞见江淮 在我家门口 会怎样看我 我不敢接 挂了电话 江淮 我在最后说一次 我不喜欢你了 麻烦你以后 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 此时此刻 我只想快点把他打发走 他望着我 只说了三个字 我不信 顿了一秒他又说 我妈那边 我已经说好了 他不会再插手 我们的事 你爸妈那边 我也去赔礼道歉了 他们也同意 我们在一起 只知 我们之后好好的 行不行 我 我真的觉得他是个疯子 他哪里来的自信 自作主张 去安排好所有的一切 鹿爷再次打来的时候 我在气头上 当着江淮的面 我接了 还没起床 起来了 你快到了吗 嗯 刚下地铁 你可以再密一会儿 嗯 路上小心 他挂了电话 我还没挂 冲着手机说了句 我也想你 果然 说完这句 江淮整个人脸色都变了 他是谁 他一双眼星红 质问我 男朋友 他没再说话 就在我以为 他会知趣的离开的时候 他突然发了疯一般 把我摁到门上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喜欢别人 他不可思议的盯着我 双手压着我的肩膀 让我没法动弹 面对他的叫嚣 我苦笑 江淮 以前我也觉得 除了你 我不可能喜欢别人 可是我错了 我就是喜欢上别人了 他愣住 像是在思考我的话 没想到吧 我也没想到 他跟我表白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 太幸运 没跟你在一起了 你闭嘴 那个男人是谁 他像是彻底失控了 捏着我肩膀伸头 你没必要知道 我伸手要推开他 结果他直接将我 整个人打横抱起 这一刻 他变得不像他自己了 感觉到他抱我去房间 我的心有些慌了 你发什么疯 我用手去打他 让他放我下来 他却固执的可怕 直接将我扔在床上 就开始解衬衣的扣子 这一刻 我真的怕了 我爬起来就想逃 却被他捉住脚踝 又拉得更靠近他 不说是谁是吧 他整个身子欺压上来 我拼命地踢他 却被他摁住 没法动弹 你知道有什么用 反正比你好千倍百倍 我冲着他吼 我却没料到 这将他彻底激怒了 他直接躲过我的手机 你要干什么 他瞥了我一眼 干什么 让他听听 你在我身下的声音 姜怀 我真的怕了 我不知道 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缓和了一下心情 想着 怎么才能阻止他 你这样做 只会让我更讨厌你 我们放过彼此吧 你也不缺女朋友 讨厌我 他将我的手抓住 举到头顶 那天晚上 你可不是这样说的 那天晚上 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他就是有这样的本事 把我的弱点拿出来 反复侮辱 我终于语色了 眼泪在我眼眶里打转 是你缠着我 说多喜欢我 喜欢的不得了 是你主动投怀送抱的 他嘴唇贴着我很近 我别开脸 他的稳落在我侧脸 我觉得厌恶 怎么 爽完了就翻脸不认账 吱吱 做人可不能像你这样 是你先聊我的 你就得负责 别说了 我的声音哽咽 整个人疲惫又麻木 是你哭着说是 你的第一次 让我好好待你 所以以后 我都好好疼你好不好 我整个脑袋都嗡嗡作响 眼泪终于止不住地往下掉 姜怀 把我的尊严踩在脚下 你这是爱我吗 知道我喜欢你 你一直都肆无忌惮 践踏我的尊严 你把我当人看了吗 你为什么要这样 看见我哭 他终于愣住了 我哭得整个人都在抖 他终于放开了我 像是突然清醒 他伸手想来 替我擦眼泪 我别开了脸 对不起 他叹了一口气 把手机还给我 然后一个人在床边坐了许久 垂头丧气地离开了 我一个人哭得天昏地暗 等我想起路易 拿起手机 正准备给他发条微信时 却看到了通话记录 通话记录显示 通话十分钟 我的脑子一下子一片空白 第一反应是打电话过去解释 但是他的电话已经关机了 我洗了个脸冲出去 准备看路易走远没有 结果一打开门 就看到了放在门口的早餐 完了 我呆呆地坐在地板上 看着桌子上的早餐 看了整整一天 24 后来的一周 我没有再联系路易 只要一想起他 兴致勃勃地拿着早餐 听到电话里面那些 我不堪入目地过去 我就觉得心脏疼 我花了几个不眠之夜 也没想通 但是却不得不放下 路易是那么干净 纯真的男孩 他有他大好的未来 我有什么资格站在他身边 如果注定以后走不到一起 我就不该自私地 将他占为己有 转念一想 他误会我 也不算那么坏 至少让他看清 我和他不适合 断了彼此的那点心思 只是之后的日子 我常常都会想起 他送我回来的那个夜晚 想起那天的风 和他眼里的光 短暂地拥有过 这样美好的男孩 也算是我的幸运 我本以为日子就这样了 我和他从此就是两条平行线 没想到我错了 第二周 我还是忍不住 给他发了信息 大概就是解释 那天早上那个人 是我暗恋的对象 我和他早就没了任何关系 我没有耍他 编辑了好一大段 思路混乱 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等了很久 他都没有回信 到了晚上 他还没有回消息 我终于崩了 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结果这次 他终于没有关机了 但是没人接 又等了一会儿 电话终于接通了 但说话的却是另一个人 那个人告诉我 陆也在医院 我吓懵了 直接打车去了医院 接电话的是他的朋友 他告诉我 陆也上周 心情差距赛车 前程跑了第一名 把大家都甩在后面 等大家发现他 他已经倒在路边 浑身流着血 尽管他朋友 尽量把事件描述得 没那么严重 我看到他浑身的伤 还是吓到了 他出事的时间 就是他来找我的那天晚上 他朋友看到我 欲言又止 他在昏迷的时候 叫了你的名字 他说完这句话 就退出去了 我的心一瞬间 痛到不能呼吸 我安静地坐在 他旁边的凳子上 给他削苹果 苹果皮总是断掉 我真没用 想到这 我的眼泪就掉了下来 哭什么 明明睡着的人 却突然睁开眼 盯着我叹了一口气 放低声音 他们吓唬你 我没事 我自觉理亏 擦了眼泪问 疼吗 他伸手撑住身子 往上坐了一些 疼能坐起来吗 我 真的不痛吗 哎 你怎么坐起来了 医生让你躺着休养 怎么不听话 正在这时候 一个护士走进来 凶巴巴地看着他 一瞬间 他脸色有些难堪 你还是躺着吧 我赶紧过去扶着他躺下 他看了护士一眼 无奈地又乖乖躺下去 皱着眉头身无可恋 他们就是大惊小怪 我没出声 将他扶好躺着 又退到凳子上 对不起 别哭 他望着我 好 他这么一说 我才发现自己又哭了 我擦了眼泪 低着头 接下来是两个人的沉默 我在心里给自己打气 还是决定当面把那些说清楚 那个人是我邻居 也说我初恋 我从小跟他一起长大 他盯着我 没说话 他很优秀 我胆子小 又很腼腆 我只敢跟他说话 他把我当妹妹 做什么都带着我 我以为他不知我暗恋他 所以心安理得的待在他身边 他依旧不说话 他换了很多女朋友 每一任我都知道 直到有一天 他和他女朋友分手 我和他都喝醉了 就有了后来的事 我不想听他打断我 我不敢说话了 我感觉到他在生气 他不想听 我也就不说了 吃苹果吗 我把削好的苹果递给他 不要 他真的生气了 整张脸拧着 不看我 你很好 我又说 发好人牌 他突然侧过脸 一双眸子犀利的与我对视 不是 我突然不知道 怎么表达自己的意思 你在学校 出了社会 无论在哪里 都会有很多喜欢你的人 所以呢 他质问我 你不喜欢我吗 不是 我头大 是我不配 气氛一下子凝结到了冰点 他转过头不看我 等他再次转过脸 我看到他眼眶红了 我懵了 你还喜欢他吗 他红着眼问我 看见他哭 我慌了 你喜欢了这么多年 他都没有对你动心 你指望他跟你 他抿着唇说不下去了 缓了好一会儿 还道 想得到你的身体核心 是两回事 你懂吗 一瞬间 我如泪中击 我咬着牙不说话 他拧着没盯着我 我俩僵持不下 过了一会 一只手替我擦掉眼泪 我抬头 才发现 他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坐到了床边 捧着我的脸 细细地帮我擦眼泪 我哭得更厉害了 结果下一秒 他的唇就贴上我的 有些微凉的触感传来 我的脑子一下子就炸了 我轻轻地推着他 他却把我抱得更紧 世界仿佛静止了 只剩下他的温柔 和我自己的心跳声 就在我以为 他终于要结束这个吻的时候 他却将我搂得更紧 霸道地加深了这个吻 直到我无法呼吸 他才勉强放了我 他用额头抵着我的额头 垂着眼盯着我 微微喘气 很早就想这样做了 他声音微哑 我紧张地说不出话 在露营的那个晚上就响了 他继续说 露营 第一次见面 我震惊了 不知道该如何反应 从此 梦里都是你 他微微抬头 在我额头轻轻一吻 又低下头来 看着我 这才是心动 你明白吗 忘了他好吗 他低声问我 这里痛 他拉住我的手 放在他心口的位置 他突然这样 我有些顶不住 哥 你们在干嘛 安静的空气 突然被这一声叫喊滑破 我赶紧和他弹开 25 然后一个戴着眼镜的小胖子 提着外卖站在门口 站在他身后的 还有一个打扮入室的女士 露爷看了门口一眼 也无奈退回了床上 这什么情况 小孩和那个女士走进来 目光一直在我身上 我的脸烧得活拉拉的 嫂 嫂子 小屁孩走过来 第一句话就是叫嫂子 我心里咯噔一下 不是 你们误会了 我窘得连连招手 误会 小胖子扶了扶眼镜 转头朝后面喊了一声 妈 完了 我哥是单相思 什么 我更窘了 露爷实在受不了小胖子了 一把唠他过去 大手呼到他脸上 闭嘴 你就是吱吱吧 一位年轻的阿姨 走到我面前 笑着问我 啊 我看了一眼露爷 是 我们全家都认识你 他把小胖子 从露爷手中拉回去 露天 不许没礼貌 叫姐姐 全家都认识我 这什么情况 我懵了 他突然凑到我耳边小声道 我们在露爷手机里 看到了你的照片 他不知道 我 什么照片 是我 是我破解了我哥的密码 相册里有姐姐照片 小胖子踊跃举手 不出意料 露爷脸都黑了 一把抓过露天就要打 轻点 他是你弟弟 阿姨笑着说 哥 我是你弟弟 小胖子求饶 没有下次 露爷总算放开了他 我一个人 站在那里 甘大到脚趾扣地 你们看完了吗 露爷突然来了一句 看完就走 太感人了 哥 你真是重色轻友 露天不满地嘟着嘴 行 直直还没吃饭吧 跟我们一起去吃饭吧 阿姨突然Q我 我有些为难 露爷皱着眉 有些不高兴 他突然轻轻拉了下我的手 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 要去吗 他捏着我手指 凑到我耳边 哦不饿 我们这动作 暧昧的是人都看得出来 不饿 我拉开一些距离 那就在这里陪我 他却又心安理得地靠近 后来他妈妈和他弟弟走了 他一直拉着我的手 我也没有反抗 任由他拉着 护士给他换药 他也拉着 说是止疼 睡觉 吃饭都拉着 我的手心都出汗了 但心里又觉得有些甜蜜 你以后骑车别那么快 我看到他腿上 触目惊心地缝了十几针 心揪着疼 心疼我 他反问 嗯我当然心疼 心疼死了 他叹了一口气 伸手摸了摸我的头 那我以后不骑了 不是让你不骑 我觉得他没必要 因为我不斗自己的爱好 没意思 他淡淡地说 后来每次骑 都觉得少了点什么 干脆不骑了 他要不要每次 都拐弯抹角地说情话 后来他妈妈和弟弟又回来了 给我们带了饭 我们又一起闲聊了一会儿 我感觉他妈妈不到40岁 结果他告诉我46了 完全看不出来 谈话间也感觉他心太年轻 为人活泼有趣 我大为震惊 他很会找话题 跟我们聊的 全是现在青年人喜欢的话题 娱乐八卦 化妆技巧 聊到最后 兴致来了 他竟然还邀请 我陪他去做美甲 走吧 直指 陪阿姨去吗 你不会嫌我老吧 他热情地拉住我的手 这撒娇让我有些招架不住 妈 陆爷忍不住看了他妈妈一眼 哎 女人 他弟弟也在一边忍不住摇头 嫂子 你就陪我妈去吧 要不然 他得天天拉我陪他去美甲 做脸 我一个汉子 我太难了 这话说的 我好像不答应都不行了 陆爷 你一个人能行吗 他抬手揉了揉太阳穴 颇感无奈 去吧 他又拉了一下我的手 别太累 好 我赶紧松了手 他怎么做到如此明目张胆 又如此淡定的 26 我以为陆爷妈妈约我去美甲 可能是有其他不方便讲的话 要单独跟我说 所以 一路上尽管他很热情 我也很忐忑 在我看来 是个长辈 都不太会同意我和陆爷在一起 毕竟我们俩年龄相差太多 我已经经工作几年了 陆爷却还没毕业 拦在我们中间的现实 舆论 想想都让我头疼 结果我错了 他一路上都在跟我聊 各种流行的美甲美妆 还极为认真 最后来到一家美甲店 他看了我的手 极力给我推荐果冻粉美甲 而他自己弄了一个兔子美甲 我更震惊了 也太可爱了 还是小白兔 你的也好好看 他拉着我的手 一直给我拍照 夸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他后来还拉着我去买了各种化妆品 最后送了一只口红给我 真好看 他说着 非要让我试试 那个色号的口红 陆爷那小子 就喜欢漂亮姐姐 我有些害羞了 我看他手机里的那张照片 我就知道他喜欢你 他悄悄在我耳边说 他之前一直喜欢赛车 纯直男 根本不多看女生一眼 我和他爸还有些担心 没想到 那哪张照片 又听到他提到照片 我有些好奇了 他笑着摸出手机 我偷拍的 说着把相册里的照片给我看 我低头一看 心又被猛烈撞击了一下 照片里 我被一群男孩子围在中央 在打游戏 他怎么拍照的 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他好奇地问我 啊 我仔细想了想 要真算起来的话 今早 今早 他显然有些惊讶 这么能等 期间的一些复杂情节 我不好跟他说 也是陆爷那小子 跟他爸一个性格 高冷得很 他喜欢什么都不会直说 就那么一直藏着 如果他说了 那一定是喜欢的不得了 我凶得不知道怎么回他 别说他 阿姨看你第一眼就喜欢你 你好可爱 他说着 还在我脸上轻轻摸了一下 你皮肤太好了吧 羡慕 啊 我被他夸得不知所措 有些招架不住 但我心里也不怎么抗拒 与他接触 毕竟跟他在一起 总体来说 还是很轻松的 他很好玩 很多时候 我感觉他性格年龄比我还小 27 后来 我下班早都会去医院看路影 每次见到我 他都算很淡定 没了那天的情话 只是问问我累不累 忙不忙 更多的时候 我都是跟他通过微信联系 每一次从医院回来 都是他妈妈开车送我 回来的路上 他还要拉着我去吃夜宵 各种夜市小吃 都是他的爱 你如果太累 就不要陪我妈疯了 有一天晚上回去有点晚 他有些不高兴了 你为什么生气 他是你妈妈 我有些搞不懂他生气的点 你是我女朋友 他要找人陪 找我爸去 他话里都是怨气 我愣住了 过了好一阵 我才问他 路爷 你该不会是吃醋了吧 他愣住了 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我是怕你太累 累就回家 你不要为了我去做那些事 知道了 其实我仔细想了一下 也并不是因为那是他妈妈 我才跟他出去的 我一个人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 其实一直没怎么出去玩 要么是没时间 要么是没人陪 这几天 他妈妈带着我几乎吃遍了 所有夜市小谈 逛遍了的大商场 生活一下子又恢复了生机 我是乐意的 我从来没想过 被一个人喜欢 又被他的家人喜欢 是一件如此轻松又幸福的事情 这让我变得勇敢起来 也更加想要珍惜 这一段来之不易的感情 路爷出院那天 我去接他出院 这也是我第一次去他家 他家是城郊的一套小别墅 装修几乎都是少女风 很小清新 想必是路爷妈妈喜欢的风格 你干什么 看见我提着两大包东西 路爷不高兴了 你腿受伤了 我来提 这个很重 他说着一把夺过去 但是你刚出院 我有些担心他的身体 没事 我比一般女生力气大 我说的是实话 在家里 我一直是当男孩养的 重活累活 我都没有推辞过 我腿受伤 手又没有 他瞥了我一眼 看见我愣在原地 又没好气地说了一句 力气大 也没让你用在这个地方 那用在什么地方 路天突然窜了出来 问他哥 本来一句很正经的话 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经过路天的嘴 就变了胃 还真是人小鬼大 滚路也对待他弟 可从来都毫不留情 携你作业 这不是小屁孩该知道的事 这话说的 我觉得我还是别出声了 我跟在他身后 去了二楼 回了他的房间 刚进门他就关了门 还顺手锁上 把我整个人 摁在门上 锁门干嘛 我声音有些抖 因为紧张 碍事 我还没想清楚 是什么碍事 他的吻就扑天带地地落了下来 吻了一会 他凶巴巴地道 以后不许帮别人拿东西 好 我觉得 弟弟多少有些霸道了 我心疼 他放缓声调 又在我唇上亲了亲 哥 你们在干嘛 正在这时 身后突然想起了敲门声 吓得我就要推开他 他却肆无忌惮地 将我搂得更紧了 不用管 他伸手搂住我的腰 贪恋的又开始亲我 想抱抱你 好 你的身子怎么这么软 最后他问我 我头都晕了 太羞耻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们要不要出去 待会他们误会了 我提醒他 适可而止 误会什么 比起我的紧张 他却淡定一场 没好气地笑我 现在是白天 我真觉得他怎么那么不知羞 晚上就可以吗 我 这是什么理论 他的高冷呢 怎么越来越肆无忌惮 好了 等会儿再出去 他终于放开了我 笑着直了直我的脸 我知道他在嘲笑我 脸红得跟猴子屁股一样 还笑我 怪谁 我没好气地盯了他一眼 怪我 他笑着 拉着我的手 往他书房走 他的房间里面 有很多模型 车 船 飞机 漫画角色 有的都感觉很旧了 但是擦了一尘不染 我趴在他桌上 一件一件地把玩他的那些玩意儿 问这问哪 他安静地待在一边 我问什么就答什么 突然想起什么 我问他 你手机怎么会有我的照片 他愣了一下 低头浅笑 我朋友拍的 发在群里 我就收藏了 我没有再问他 为什么收藏那张 答案彼此都心照不宣 我觉得跟他待在一起 时间都慢了下来 有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 28 快到吃饭的时间 我和他终于出门了 我去洗手间的洗后 就看见他和他弟弟站在角落 不许为难他 陆也对他弟弟总是很凶 我就跟嫂子说说话 哥你不至于吧 陆添一副无辜模样 那也不行 他害羞 陆也丝毫不退让 独裁 他弟弟翻了个白眼 给你转一千 嫂子肯定想跟我说话 两千 成交 我 这两兄弟的谈判方式 还真是简单粗暴 晚饭是陆也妈妈做的 看到桌上的菜 我有些震惊 炸鸡 薯条 寿司 烤肉 真的和我妈做的菜很不一样 吃饭的时候 他开心的跟我说 生菜是他自己种的 还让我吃完饭 去他的菜园子里 摘一些喜欢的菜带回去 于是吃过饭 陆也和他弟弟在厨房洗碗 他妈妈把我带到了后院 各种各样的蔬菜 他都给我摘了一些 塞了一大包 沉甸甸的 对了 你会做饭吗 他看着我 提着一大包菜 后知后觉的问我 会一点 其实这是谦虚的说法 我从小就开始做饭了 算不上多好吃 但家常菜基本都会 而他妈妈 好像以为我不会做 于是又说 哎 不会也没关系 我有的时候 觉得作与太脏 就说不会 都是陆也和他爸爸做 陆也那小子 虽然冷漠 但心软 很多时候 他嘴上不说 其实会默默地做很多事 以后你使唤他就行 我 他妈妈真的跟别人的妈妈不一样 感觉是幸福 又无忧无虑的小女人 我竟然 有些羡慕 后来 他们一家人开车送我回家 我特别不好意思 感觉这也太隆重了 下车的时候 他妈妈问我 你一个人住这边吗 嗯 那你以后周末有时间 都到我们家吃饭吧 一个人吃饭多孤单啊 听他这么说 我突然鼻子有些酸 我望了一眼陆也 他点了点头 我才说 好 陆也将我送回家 也没有多停留 就被我赶走了 因为他妈妈和弟弟 还等在外面 我不想让他们等太久 他临走前 有些依不舍的 在我脸上亲了一下 我就推着他去按电梯 无情 他一脸怨气地走进电梯 微信联系 我扬了扬手里的手机 他瞥了我一眼 没说话 关上了电梯门 送走了他 我赶紧洗漱 洗完就开始洗衣服 拖地 等我忙完 才看到他发来的微信 在干嘛 刚洗完澡 准备睡了 我也是 那晚安 他没有回我 过了一会儿 又发了一条微信 我有点睡不着 怎么了 难道是脚又开始痛了 我有点担心 想你 想我 一瞬间 屏幕里的字 都化作了粉红泡泡 甜蜜将我团团包围 这一刻 我终于感觉我恋爱了 等我有空就去找你 好 终于把弟弟哄睡 我也沉沉睡去 29 我食言了 临近国庆 这一周我特别忙 忙到半夜 都要爬起来修改项目书 通宵做PPT 忙到都快忘记我自己是谁 跟陆爷见面的事 也一拖再拖 每天都靠微信没戏 甚至他有时候发一条微信 我几个小时后才看到 到最后 他多少有些情绪了 终于 他积累的情绪 在国庆节前一天晚上爆发了 导火索是他在规划国庆 和我要去做的事 然而我告诉他 我订了机票回老家 姐姐把我当成什么 他质问我 男朋友啊 我不知道怎么安抚他的情绪 所以我们是网恋吗 他尽量压制内心的怒意 我可以理解 我也想他 这几天不能见面 的确难熬 想想国庆也不能见面 他发火也情有可原 可是 我没有办法 那你要去我老家那边玩吗 我矫情脑汁 想出这个方案 去你家吗 可以 我一咬牙 很爽快地说 好 于是我开始在网上给他订机票 订完机票 等我冷静下来 我就后悔了 非常后悔 因为我妈是非常不好相处的人 再加上 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姜淮 还有刘阿姨 我觉得带她回家的举动 实在有些冲动了 但是世上没有后悔药 第二天在飞机上 我试图做最后的挣扎 我妈妈挺不好相处的 她看了我一眼 拉着我的手 闭目养神 知道了 就一句知道了 我觉得她心也太大了 果然 尽管我早上出发前 给我爸发了短信 告诉他 我可能会带一个人一起回来 她显然没在意 因为此时此刻 我妈妈惊得脸都白了 大概我爸也不知道 我说的带一个人回来 是带男朋友 你多大了 我妈问她 却看了我一眼 22 她淡定地回答 我妈不看她 反而又看了我一眼 你还在读书 我妈在克制 我知道 嗯 马上大四了 好了 我妈脸更白了 气得说不出话了 立直 我妈第一次叫我全名 她又往下按了按情绪 你是不是就不能好好谈恋爱 当着孩子的面 你 我爸叫着我妈 我们摊开来说吧 我不同意 我妈双手还凶 你自己看看 你多少岁了 且不论岁数 你找个还没毕业的学生 你养她 你怎么就这么不让人省心 一瞬间 我都不敢去看路野 我妈在让人难堪 这事上还真是无人能及 我有些气 拉着路野就想走 她却坐在那里 动也不动 反而伸手在我手背上拍了拍 安抚我 等我妈不说话了 她却开口了 阿姨 您是觉得哪方面不合适呢 她顿了一下又说 我马上大四了 工作已经签了 身体健康 我心里年龄大 年龄在我看来不是问题 我有些懵 没听她说工作的事 听得有些虚 你签什么工作 月薪上万了吗 我妈没好气地问 妈 你不能用这个来衡量人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我没忍住 不想路野受委屈 你自己的事情 哪一件没被你搞砸 我妈又开始数落我 喜欢别人喜欢十几年 现在她回过头来追你了 你还看不上了 她妈妈也松口了 也算一个好的结局了 你又开始做 浑身瞬间像是跌入冰窖 我知道路野很介意这件事 我悄悄去看她的反应 内心忐忑 她没说话 很能沉住气 我却不能淡定 我觉得丢脸死了 我后悔了 高估了我妈 阿姨 我其实也不算是签工作 她缓了一下才到 我是接手我爸的一个分公司 我不知道年薪会有多少 我现在也没法回答你 公司 什么公司 我妈半信半疑 说实话 我也觉得她这个黄 有些夸张了 桌子底下捏了捏她的手 某某运输公司 不知道阿姨听过吗 当然听过 你不可能说那个老总是你爸爸 我妈一脸不屑 是 是 我想我妈应该和我一样震惊 我仔细回忆了 那个老总的名字 还真是跟她一个姓 我妈瞬间语色 年轻人别撒谎 孩子们谈的恋爱 你知道妈的 翻别人族谱做什么 我爸看不下去了 轻吃我妈 要看身份证吗 她笑着问 好了 我妈彻底信了 关于支支之前的经历 我想作为她现在的男朋友 我还是有资格请求你们 不要再提起她的前任 请尊重她 也尊重我 她又说 支支 你给我进来一下 我妈把我拉到房间 你怎么不早说 早说什么 她是富二代 这有什么关系 我又不是看上她的钱 我也是刚刚知道的 我有些无语 怎么没关系 那些富二代 最喜欢玩弄感情 你是不是傻 那你就当我傻吧 我甩开我妈的手 走了出去 我妈随后也跟着出来了 不过这一次 她的态度突然180度大转弯 阿姨也不是真的反对你们谈恋爱 我妈顿了一下 我们家支支今年都要27了 你还年轻 如果分手了 你还可以去找20岁的小女生 我们家支支可就年龄大了 不好找了 她这个年龄的女孩子 可不能随便玩了 得以结婚为目的谈恋爱 陆爷抿着唇不说话 我知道我妈说的是事实 我的确好不起 但我也不想让陆爷难做 她才22岁 恋爱观肯定和我不一样 这不怪她 阿姨是想 我和她先领证再恋爱吗 她过了好一会儿才问 哎呀 阿姨也没有逼你的意思 我同意 她突然坚定地说 我 我说我同意 她又重复了一遍 我10月8号就满22岁了 如果直直愿意 我可以和她领证 都那么急 我妈终于没话说了 全看她 她将目光投向我 我能说什么 说不愿意 那会不会让她难堪 于是干脆什么都不说 后来我妈也算是给了台阶 后面吃饭的气氛还算融洽 陆爷也顺理成章 住进了我家的客房 我妈不知道哪根神经错乱 竟然对她热情的不行 一口一个小鹿的叫 什么好吃的都给她做 我感觉我这辈子 在我妈面前的待遇 都不如她来的这几天 我爸一向随和 看得出来她是真心喜欢陆爷 我不知道陆爷有什么魔力 她来的这几天 我们家的氛围 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当然 我的家人喜欢她 我肯定是开心的 我一直以为她说的领证 只不过是堂死我妈的一句话 直到有一天 她拆了一个包裹 包裹里是她户口部 我有些忐忑 不是我不想 说我觉得她太好 这一切就像做梦一样 她过生日前一天 我和她在小区外面 牵着手散步 遇到了江淮和她妈妈 我第一反应就是走 可是刘阿姨却叫住了我 芝芝啊 回来这些天 怎么不来阿姨家吃饭呀 刘阿姨说这话的时候 目光却在陆爷身上打亮 这几天有点忙 我实在不想在陆爷面前 跟她撕破脸 这么忙呀 以前你可是天天来家里 找江淮哥哥的呀 好了 她成功的让我恶心了 她没空 就在我在想 怎么反击的时候 站在一旁的陆爷 突然发生了 这就是你男朋友啊 看起来好小啊 成年了吗 我当然听出她的话里有话 比阿姨年儿子年轻一些 但我成年了 陆爷平静的回复她 这句话成功的 刺激到了一旁的江淮 小男生 力气够吗 江淮说了一句 非常让我难看的话 我没料到陆爷会动手 等我抬头的时候 他的拳头已经砸到了 他的脸上 哎 你怎么打人 你怎么那么没教养 刘阿姨下的大惊失色 赶紧去护住江淮 我就打您教的好儿子 陆爷也是气急了 挥手又是一拳 瞬间江淮鼻子里渗出血来 来人啊 打人了 刘阿姨大声高喊 周围开始有人围观 我有些担忧 冲上去拉了拉路爷的手 小声道 别打了 一边去 乖 吓到你 即使在这种时候 他对我说话的语气 仍然这么温柔 我却站在原地不肯走 拉着他的手 他咬咬牙 最后狠狠地看着地面上的江淮 听好了 他现在是我的女朋友 你再敢来骚扰他 绝对不像今天这么幸运 说完 他嫌恶地将手上的血 在江淮衣服上擦了擦 又拿出湿纸擦了几遍手 才把纸砸他脸上 最后 他拉着我穿过人群 往远处走 走到路边打了一辆车 把我塞进车里 痛吗 我心疼地看着他打破皮的手 他悠悠地看了我一眼 似乎在竭力平复自己的情绪 最后常常说了一口气 才把我捞进怀里 不痛 他最后带我去了酒店 当着我的面 他给我妈打电话 说今晚带我去朋友家玩 不回家了 挂了电话 就把我摁在门上亲吻 与之前的不同 这一次的吻更像是疾风骤雨 我沉溺在他的温度里 起起伏伏 迷失自我 在最后一刻 他的手停留在我的裙子上 哑着嗓子问我 可以吗 我望着他眼里的星光 觉得自己像是迷失在大海里的船 终于找到了方向 我伸手勾住他脖子 回应他的是更吃烈地吻 后来 我们俩都仿佛用尽了力气 谁也没再说话 他望着我 眼里有些雾气 睡吧 明天要早起 后来 我躺在他怀里沉沉睡去 我一开始不明白 他说的早起是什么 直到我和他拿着两个红色的小本子 郑重地宣誓 愿意成为对方毕生的唯一 我都还没回过神来 回去的路上 我盯着他手里的那两个红色小本子 恍如隔世 我结婚了 和我最爱的人 我可真幸运 回到家 我妈已经坐好一大桌子菜庆祝 他提出让我去他的城市彻底定居 我们家芝芝 从小都是我伺候的 没我可不行 我妈还是想一起去 我会照顾他 他很坚定 你想过来玩 可以 反正我在那边也不止一套房子 我妈这下没了语言 他强势地婉拒了我妈想跟着去的想法 他说觉得我跟我妈在一起会不开心 回去的飞机上 我问他为什么会喜欢上网 他说哪有什么为什么 只不过那天遇见了我 晚霞很美 风吹得人心声荡漾 忽然就想谈恋爱了 换了别的谁都不行 这大概就是心动吧 他问我为什么求婚仪式都没有 就答应嫁给他 我仔细想了想 求婚仪式哪有那么重要 有一个人懂你 疼你 总是让你觉得自己受尊重 很幸福 这已经是上天的恩赐了 行事哪有实际行动那么重要 换了别的人都不行 只能是他 仅此而已